韓國議員 韓國議員 郭文貴雄議員 郭文貴雄議員 各位同仁早 我們今天聯席審查 預算從環保局開始 請左主任 各位議員,我們現在審查環境保護局的預算 環境保護局的預算書在第13冊 請各位議員拿出第13冊的預算書 環境保護局預算除了局本部以外 還包含二級機關環境清潔機械大隊 我們從環保局的局本部預算開始審查 請各位翻到13-01-40頁 三三至01至40頁 40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通過 41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通過 42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通過 43頁有沒有問題 44頁有沒有問題 過 過,45頁有沒有問題?沒有,過 46頁有沒有問題?沒有,過 47頁有沒有問題?沒有,通過 48頁有沒有問題?沒有,通過 好,接下來環境保護業務、污染防治工作 預算金額92775000元,頁次49到60頁總共有12頁 我們從49頁開始審查 各位同仁,49頁有沒有問題?沒有,過 50頁有沒有問題?通過 51頁有沒有問題?有,我們請謝張文議員 好,謝謝主席 環保局省局長,麻煩你說明一下 臨時人員籌金的部分 第三個項次,環保署補助106年度 桃園市土壤、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 我們一共連續有三項 第一項是213萬9240元 然後第二項是564285萬 然後再來是715953萬 總共加起來是3419478元 那這個全部是環保署補助的臨時原用的人員 對不對?是 是這樣子 那我請問你,我只是不能理解 就是我們在後面 那個主席,因為這個人事費用跟後面有關係 就麻煩各位看一下53頁 53頁的倒數第三個項次 環保署辦理106年度 桃園市土壤、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 尾辦費 那局長我今天要說的是 就是,我就建議這個臨時費用 這個暫時把它擱置 請你提出詳細的說明 理由是什麼呢? 就是你53頁裡面提到這個執行的這個計畫 你是委外做辦理嘛 那你委外做辦理的話 按照道理來說 我們把委外的費用交給這個承辦的這個單 那個受委託的這個單位 來做這個土壤跟污水的這個那個調查 對不對? 那換句話講 他們要負擔所有的這個人事經費 還有相關的這個業務經費 甚至可能還包括投藥的這個經費等等 那我不理解的就是說 你既然有一些委辦的這個費用 那為什麼這邊還要 憋那個人事的費用 是不是可以請局長說明一下 跟一座報告一下 委託出去的他們是要做現場的一些 整治 那我們自己的人力是 我們要做一個行政管理的業務 你做行政管理的業務 需要花到六個人嗎? 要 因為我們事實上 我們農地污染的部分 全台灣我們桃園是最嚴重的 我想局長 我現在講的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講農地嘛對不對? 那事實上 我們現在農地的這個污染 那的確是非常這個嚴重 可是以前呢 我們每一年都編了很多的這個計畫 在做農地污染 以及地下水污染的這個調查的 調查這個報告 那你應該根據往年提出來的這個 所謂調查報告 然後針對那個目標 或者是針對那個特定的一些區域 去做這個防治才對 而不是每年花了很多的這個預算 然後去做這個 人力的這個投資 還有相關這個委託報告 我是覺得說很奇怪 因為每一年我經常花這麼多 好 好 第五十一頁 零二四九 下面兩百 兩百一十三萬九千兩百四十 環保局 環保署補助辦理 一百零六年度 桃園市土壤地下化污染調查機 查證工作計畫 提歌字有沒有人複議 複議 複議 好 歌字 那五十一頁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那謝章文議員的意思是 第二筆主張是五十六萬四千兩百八十五 這一筆補助也各自是不是 好 那這一 這一項各自有沒有人複議 複議 複議 那五十一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好 通過 五十二頁 好 許醫術議員 好 主席謝謝 好 請坐好 這個委辦費裡面有一個辦理 一百零六年桃園老街西上游龍潭大池水池 計畫改善的這個 評估 我想市長上任已經兩年了 在這個議題上 經常在講老街西的最上游就是龍潭大池 但是一直到現在就是束手無策 現在大池的悠氧化非常非常嚴重 甚至連那個湖面那種 那種衛生清潔啊 那些那些工作啊 經常都做的真的是不夠落實啊 所以你現在編這個預算 我覺得真的是太少了一點了 我希望除了這個預算以外 其他的現有的一些我們環保局的資源啊 要整個把它投入下去做 包括上游的一些養豬戶 周邊的一些店家污水排進去 還有甚至這宮廟他們的水 是不是有專管把它排走 這些東西都要列入 還有它的一個土壤 然後現在它的這個大池水質 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 因為它那個排水的那個砸到那個問題 如果沒有徹底改善 對於你這個經費下去 其實也是沒有意義的 那像公務局那些單位我都已經表達過 希望這個跨局處去執行這個 有關於龍潭大池的一個水質的改善工作 好不好 謝謝 謝謝一座 一座已經把這個龍潭大池污染的一些狀況 污染源大概都分析 講得很清楚了 我想我們會認真地來做一個最適當的一個評估 解決龍潭大池污染的問題 好那請問五十二葉有沒有問題 沒有 我們請 朱翠玲議員 那個我動議是 0251尾辦費第三條 這跟之前講的一樣 為什麼這104年的預算 到現在106年才要來轉正 這個 市長要不要說明一下 跟一座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案子是環保署在104年89月以後 才同意要這個補助案 所以 我們當時才會用到106年的電付 這樣子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後期環保署 把他們剩餘的標誼款 再補助給地方來執行水污費的查核 所以才把它佔付到106年 那五十二葉 九十八萬環保署補助辦理 104年度桃園市 因應水污染 防治 防治費的徵收 九十八萬 主張擱置有沒有副意 副意 還有沒有 五十二葉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黃婉如議員 五十三葉 五十三葉喔 好 葉明月議員 0251這邊有一個這個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緊急應變等相關計畫 這是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因為你寫的很含糊啊 到底是要做什麼用啊 這個是一個兩百萬的一個計畫 那就是我們如果有一些 緊急的事故必須要處理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有這個兩百萬來做 你說什麼可不可以大聲一點來請說 民眾陳情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因為你這個兩百萬 其實環保很重要 對不對啊 但是我們要知道說 你到底真正的是做什麼樣的應變 要讓大家清楚嗎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做過調查之後 比如說我們現在 我們有個目標 我們會把過去 歷連來的這個 土壤污染的部分 在一百零八年底之前完成 把它兩百六十八公斤都把它整住完成 可是過程當中 如果有民眾陳情 他覺得他土壤有一些污染 那我們必須緊急來做一些調查 我們可以應用這樣 這個就是調查工作是不是 就是存在就是做調查工作 對 那你要說清楚 不然我們不知道 你的兩百萬到底是要做什麼 那你調查現在土壤污染這麼嚴重 對不對 那你說兩百萬 這個一年兩百萬的調查經費 夠還是不夠 當然 我跟一座報告 這是一個緊急的狀態 人民 人民陳情的時候 我們緊急狀態 那蘇裡面有對環保署 有對我們桃園地區的一些 大面積的高潛式的 他有一個規劃 他會給我們經費 我們有那個經費來做 是夠的 好啦我希望你好好的去執行 好不好 預算編給你 你們要好好的去做 不要預算編了 寫在那邊 然後到底做什麼 我們也不清楚 謝謝益座的命令 謝謝 把他這個 這個 確實去落實去做規劃 好不好 應該的 謝謝益座 謝謝 請黃婉如議員 局長 針對這兩百萬 在今年度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類似 有沒有像這樣的預算 用在什麼地方 好 跟益座報告 我們今年度 大概有辦了13個這樣的案子 那主要用在幾件事情 就是說 一個就是民眾陳情 當他有污染的時候 我知道民眾陳情 你一直講民眾陳情 是陳情什麼樣的案子 就是民眾 是貓在那邊亂大小便 還是狗亂尿尿 跟益座報告 就是我們一個明顯的案子 像爐竹有一個地方 被堆置的廢棄物 那我們怕那個廢棄物 會又污染到地下水 那我們就會針對附近的民警 去做地下水的調查 還有看看土壤有沒有一些污染的狀況 類似這樣的案子 我們會去做調查 那處理這些廢棄物的那個 處理這廢棄物的業務呢 那廢棄物的業務 就會由事業廢棄物這邊 會有別的經費來做處理 那我們這邊會針對 他所造成的二次污染 如果看土壤跟地下水有污染 我們會再做再一次的調查 那我請問你喔 今年度105年度 有哪些案子類似這樣的 動資這個預算 你舉一個例子 明細我們可以後續再給嗎 那我可以舉例的說明 就是一個可能就是 比較明顯就是如主的案子 那另外還有一些就是民眾檢舉 像電渡廠 他們可能偷排會水 有可能造成地下水的污染 那我們針對這一塊 市長你講好 你講這電渡廠 這電渡廠的行程 也不是今天一天兩天的行程 對不對 這不算臨時也不算幾級 這應該要長期去追蹤才算 是不是 你講這電渡廠的案子 我是覺得不對 跟一座報告就是 我的意思是舉例就是像這一種 那我們大概今天 這一種就不是啊 一座跟一座報告 像電渡廠的部分 一般我們會認為它是比較合法的 但是有一些電渡廠 他會被檢舉 他們有一些偷排的行為 然後灌注到地下水 你把電渡廠的污染 也把它當作臨時 也把它當作臨時 也把它列入這個 這個緊急處理硬電的這個的話 那我就覺得說 你們真的是有一點帶乎指手啊 電渡廠它的排水 它的污水的管理 它的廢氣的管理 應該要長期去追蹤啊 怎麼可以算是臨時呢 是不是 這個跟一座報告一下 是不是 這個一座想要知道我們就是說 今年度105年 有沒有做這樣的一個使用嘛 對不對 一座是這個意思吧 在這筆經費上面 有沒有做這樣的使用 主席啊這筆預算他們的解釋 語言不詳啊 那個本席 終於各自 五十二頁 一個兩百萬 各位同仁 五十二頁兩百萬 辦理土壤及地下污水緊急應變處理等相關計畫費用 割製有沒有人覆議 覆議 覆議 五十二頁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 五十三頁 沒有 啊 對不起 請 五十三頁 不好意思 請林政鋒議員說明這個 請問機長喔 你們五十三頁 五十三頁 五十三頁 對對對 最下面那個 環保署補助辦理 什麼104年桃園市因應 水污來防治 會增收 什麼防禮計畫這些齁 一百零四年的 因為一百零四年 九一就準於電戶了 這是一般的業務費 文具電話餐盒的 為什麼列藍明年才來核銷啊 你們做完了沒有啊 跟譯作報告這個案子都已經完成 什麼時候完成的 我們在一百零四年年底就完成了 那個主席主任 主席主長 一百零四年完成的 一百零六年才來辦核銷嗎 你們現在很多議書就這樣編的 一百零四年完成的一般的事務費 文具紙張的 一百零五年不核銷 一百零六年才來核銷 你叫我們怎麼省預算啊 跟譯作報告 就是說這一筆是一個轉正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因為預算籌編有一個籌編的日程 那對於電付的案子 就是我們是規定要在八月二十五以前 才能夠來得及納入預算 那因為他這一筆在九月十五才議會才同意電付 所以來不及納入一百零五年度的預算 九月十五來不及嗎 對因為我們截止收監的時間是八月二十五 其實像這個還沒 預算還沒送出來以前應該都可以納進去 比如說我們議員搞分掉了 你知道嗎 一百零四年一百零六年來核銷 算哪一年的賬啊 對不對 你一百零四年的賬你又算一百零六年來 一百零六年費用增加那麼多 我們不好省預算你們知道嗎 九月應該來得及啦 你們十月才簽訂預算嘛對不對 所以你們努力一下子 每個集數都這樣子 不是環保局而已 國家事務局也是啊 因為預算的那個 會整的工程很浩大 九月十五都已經在運預算書 不然會來不及 那我們未來會盡量避免 來不及加班嘛對不對 我們藝人要造成困擾嘛 好 對不對 那就錢付掉了 你從哪裡付的 他就是墊付的時候 他就是可以來執行 那這是一個轉正的動作 好 希望你們注意一下 好 剛才一言刪掉你的時候 一些那個耶穀人員的會用 其實你們上面的全部委辦的 全部委辦的 上面那個歌字齁 上面全部委辦的啊 委辦有沒有耶穀人員幹什麼 這是兩件事情 我想我們會做一個補充說明 其實很多委辦會啊 你們都沒有事 我讓我請教你齁 8月8號這個報紙 南海溪的污染 是環保署 環保署公佈了 6月的水質監測 啊誰監測誰做的 是你們這個環保署做的 對啊你們沒有做嘛 環保署不然監測說 南海溪的水質太陽氣超標30倍 你們環保署不知道這個事情啊 環保署在各個地方都有水質監測站 監測的結果媒體來把它做一個報導 那我們當然知道 那我們要去研判 這個超過的原因是什麼原因 然後用什麼方式來整理 是 好謝謝林晨峰議員 請謝三文議員 好謝謝 那個剛才我提那個五十三月 一千九百四十二萬那個違反費用 歌字 就因為跟前面那個人事費有關係 所以我在這邊提歌字 可是我剛剛已經敲了 啊敲夠了 對不起啊 歌字嗎 啊 五十三月 我敲什麼 你敲什麼 你敲什麼 剛剛我問五十三月有沒有問題 你沒有敲 因為我沒看到林晨峰議員 林晨峰議員剛剛講的是五十三月啊 對啊 那五十三月他不是針對這筆啊 我知道對不起 因為我剛剛是敲以後才看到林晨峰議員 我剛剛在講前面的時候就那個啦 五十三月就這筆歌字 那剛剛謝三文議員在五十一月的時候 有提到相關的部分 那一百九十四萬 一千九百四十二萬 這一筆環保署的補助 跟前面五十一月是相同的 這一筆主張是歌字喔 有沒有人敲意 敲意 請黃婉如議員 那個五十三五十三月喔 這個環保署補助喔 一百零六年度水環境污染緊急這個 這個跟那個前面的兩百萬喔 這個預算是相同的 那本席喔 剛才也有提到 他們對於自己的業務 使用的方式根本不清楚 所以這筆預算也一起擱置 那我實在是不清楚 你們這些的委辦費用喔 你既然又要請了六個月僱人員 業務又要委辦 那你就把這些委辦的費用 加上這些人事費用 然後請一個長期的專業的人員 專門做這些案子 這樣不是很好嗎 這個案子完了 再繼續再接別的案子 那何必還要再委辦 再疊床嫁屋自己再請人喔 請問黃婉如議員喔 這個水污染的有好幾條 你請問你擱置哪一條 一百六十萬 然後再來就這整個業務 這些委辦的通通一樣 這連同下面的十萬八都擱置喔 好啦這些全部擱置啦 那我們一條 足條來好不好 好 好 那個范剛祥議員 那所以你們為什麼 對 還要在自己的 那不是可以說 禮拜的外面 在自己的 在外面 在什麼 我們聘用的人 是要做全面性的桃園地區 所有各區域的一個 土壤汙染 一下水汙染的一個調查 或者是管理 是行政工作 那委辦計畫出去 是委辦公司的人 當然不一樣啊 我們是執行公權力的 他們是被我們委託去做 整個計畫的一個推動 現場的一個執行調查 等等 那我們的 這個約聘人員是要做 整個區域 我們自己的 對對對 是沒有錯 魚座是有需要的啦 各縣市都是這樣在進行啊 我們桃園自己 一樣 我委託計畫出去 也是有委辦公司 他們去做行政管理工作 我們自己也要去督導啊 這各縣市都是這樣子 跟環保署爭取預算的 我們要做全面性的 那個計畫只是一部分而已 環保署給 好那那黃婉如議員 我們先處理你的一百六十萬齁 環保署補助辦理一百零六年 北區水環境污染事件 緊急應變 民間機構協助處理計畫 這筆預算齁 擱置有沒有服役 服役 不是三 那個范剛翔議員 你可以 處理才對 因為 有關這個審理事項 有關這個審理事項 不不不 那我們這個程序問題 可能是針對於說 你這個是否要表決的事項 去進行的這個詢問 那假如說你先去處理實體事項 你程序問題的發言就沒有意義 我現在要澄清的一個問題 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現在所涉及的 這幾個擱置的事項 它事實上是中央委辦嘛 也就是說 中央在金額上是全權都交給我們這邊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理解到各位議員的好意 我們仍然希望能夠有一定程度的監督 可是它是中央全額補助的委辦事項 原則上我們去做擱置 到底有沒有事法上的疑問 還是在這種狀況之下 因為你擱置是我們本身市政府主動提出的這個預算才有嘛 我們委辦費是中央委託我們來去辦理嘛 那這哪有擱置的問題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希望這個 佐主任我們是不是確認一下 在這種狀況之下 是不是以提附帶學決議較為恰當 我要釐清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狀況 你去擱置 有點奇怪啊 這是中央錢就已經要給你了 然後你又去擱置 那你擱置 你是要把中央的這個行為把它擱置掉嗎 刪除不能刪除 在法律的性質上 這筆預算其實也不能擱置 因為擱置 那我知道議員 我知道我的同仁的意思是說 我們希望對這個事項能夠去做出解釋 那你能夠做出解釋 其實要用附帶決議的方法 在比較法理上比較符合 那個佐主任 能不能現在來做出一個回覆 還是說你要事後再來回覆 秘書長來回覆 好不好 秘書長來回覆這個問題 謝謝主席 主席 各位主席 大家早安 有個那個翻譯員垂詢 就所謂 這筆經費是說 105年或104年度 中央已經補下來 事實上我們市府很多局所都已經執行了 那對於這個所謂中央補助款 在省預算時 因為他們是一種所謂的規定的手續 那在審查預算時 我想我們多年來經驗 很多議員在審這筆預算時 他擱置的目的 並不是要刪除這筆預算 那議員們是有自有權主張 可以擱置某一筆預算 那擱置案的部分 我們會在二讀會時 重新檢討這個案子 甚至在檢討時 如果中央這個錢 我們已經執行完畢的情況下 基本上它是沒有收回的機制 所以一般同仁會考慮一下 那至於翻譯員主要是垂詢說 那附帶決議和擱置的性質 是比較不太一樣 那附帶決議譬如說 對他執行的某個內容 要求他補充或怎麼樣 那各自的部分 其實針對這筆預算 金額的部分 就是暫時不讓他通過 以上報告 空音室給范剛祥議員一點時間 請讓我講完 請讓我講完 我請空音室給你 謝謝 為了讓會議進行 原則上我同意 今天的事後的會議 在委辦費用的審查上 我們按照秘書長所做的這樣的一個解釋 來繼續進行 這樣可能會比較順利 可是我覺得為了我們的議會的長治久安 以及我們議會的面子 我建議就這一個事項 對議事規則的這個解釋 請中央提出統一的解釋 因為我認為這可能會有問題 假如說附帶決議是對已經執行的事項 或者說要執行的這個事項 去做出一個拘束性的這個決議的話 那麼你在這個時候 對一個已經完成的東西去做擱置 其實法理上是有問題的 那沒關係 我們還是 今天原則上還是按照秘書長所做的這個解釋 繼續 沒關係反正我想擱置 因為我們就這個實質真正意義去解釋的話 應該也是要做附帶決議的意思 那麼我們就請這個秘書長提出這個 對中央的這個請求解釋 好不好 謝謝 謝謝議員 那個黃婉如議員 市長我請問你喔 我們議事堂我們的審查預算的這個法令 只有一條對不對 不是今天 今天是這樣 以後未來在還沒修法以前 是不是都是完全一致的 是不是 那今天既然這些委辦會 是中央補助的 那在預算裡面讓我們審 我們不能有意見 一定要讓他通過 這什麼 把我們議事堂當什麼 把我們議員當成橡皮圖章嗎 是不是 不是今天耶 是 以後 我跟你講 真理只有一個啦 法令的規定也只有 也只有一項啦 是不是 是不是 這個預算不能夠拼在這裡 我們不能夠對他有意見 我們不能夠了解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來說明一下 是不是這樣 請秘書長說明 請秘書長 我看有報告 就議員對這個預算的金額都可以主張 包括各自 我看有強調 內容呢 內容不能去了解嗎 內容的部分一樣可以 針對內容部分一樣可以質疑 對 我看一直強調 這議員在審查的過程中 都有這個權利沒有問題 那至於 結果是不是把它刪檢或怎麼樣 那就是 回到以後那個會計程序的問題 但是在審預算時大家都可以主張 我剛才有強調都可以主張 我跟你講啦 我們也很開心 也覺得中央對我們桃園的這個獨厚 給我們這麼多的委辦費 但是如果說要叫我們議員 議事長當作橡皮圖章 一定要讓他過 根本不了解的狀況之下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這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我們要接也要知道 怎麼個接法是不是對 是不是合理 我們要了解 是不是 誰講說不能夠 誰講說不能審 一定要讓他過 還要附帶決議的 有這麼阿拔在議事堂嗎 是不是 我希望秘書長 你要解釋的時候 希望你要很明確 很直接的答覆 你不要講今天 今天是這樣 明天說不定就改了 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可以嗎 這個 包王委員 可能是我講不久 我一直強調 就是 在審預算過程中 所有議員都會主張任何事情 就像包括你剛才講的 所以我基本上 協助主席 主持會也是盡量讓議員們發言 所以像剛才主席的處理 基本上 對議員的擱置案 他都有受理 也都有受理 也是讓議員們發言 基本上就是 就是用這種方式繼續審 如果說要 不要讓這個局勢為難 我覺得可以明白的 表示 不要用這種議事的規則 來背 發言 謝謝 我們請聽證 鴻議員 主席跟秘書長 好好看一下說明 好不好 班議員講的 是針對1940萬 那一筆 是簽有補助的 前三條 我們有配合款 我們不能審預算 對不對 300萬 170萬 160萬 我們有配合款 我們說不能審 明天就預算的配合款 我們不能審 對不對 一千多塊是前額的 我不敢說 我如果提了案可以各自 為什麼不能各自 說要你們主席 看清楚一點 對不對 這個案件 剛剛已經通過各自 對啦 官議員講的說 全額補助 哪有全額補助 我們有配合款 因為議員有詢問的 對啦 其實沒有錯 但是看清楚 主席說就有配合款 不一樣嘛 對不對 就是沒有爭議了 現在沒有爭議 對啊 前三條哪有前額補助 前三條哪有前額補助 不同計畫 不同計畫 可以做報告 不同計畫 提了160萬 那個前額補助 300萬那個不是 那個是一個 污染源的機場 我們都有配合款 這個小事情 為什麼今天會這樣子 那副市長我請教你一下 環保局認為說 這位辦了要請專人來做一個 承辦業務監督 這很重要的業務對不對 那請臨時人員 他辦錯了水護者 不能懲罰他啊 這麼重要的一個科目 環保局不是這麼多錢 應該憑我們正式公務人員 來監辦業務 怎麼可以請臨時人員 來辦這個業務呢 我想簡單這樣子啦 就像我們做工程一樣 有人施工有人去監督官 怕他做不好 但是工程假如說 常態性的話 當然要常態組織 假如不是常態性的話 就不好常態組織 那假如環保局假如說 永遠有這種業務 要給我們做發 應該是常態性的考慮 假如不是常態性的話 可能就是變成臨時性 常態性應該由我們正式人員 來主辦這個業務 對不對 那請臨時去監工人員 我沒話說啊 剛才局長說 尾辦專責尾辦就不對了啊 這個業務假如經常性的話 當然可以考慮經常人員去做 假如不是經常性 會斷掉的話 當然就是用臨邊的 這每年都有啊 這每年都有 這些調查每年都有嘛 真的很多尾辦 因為尾辦好幾億 不是幾千萬而已啊 所以你們記憶裡面 要拍一個專門 辦理環保守委辦的單位 一個人出來 這不用臨時人員 因為人員沒有責任啊 這個案子就跑掉了 你找誰去負責呢 好不好 好 謝謝林議員喔 那個 那個蘇翠林議員 針對 針對五十生意的預算 我是覺得這是程序問題啦 因為呼應到剛剛 黃婉如議員的意見 跟林振鋒議員的意見 其實第一個 我們要講 預算的審查 電付案 其實應該是例外 不是常態 你所有的預算 應該都要邊境 進足預算裡頭 來給議會審議 我們說用電付 它其實是因為 很臨時的或急迫的 來不及趕在年度預算的時候 你才用電付 而不是用常態性 我們看到的今天 你的這個 尾辦費裡頭 幾乎全部都用電付案 這個講難聽 我會懷疑你是要 再歸避預算審查 對不對 你是前一年度的 所以你今年度轉正 你告訴我們你已經做了 在預算審查的精神裡頭 這是不對的 你應該是在我們先審查 審查完沒有問題以後 你才會去動資 這個經費去執行 所以我要在這裡強調 電付案是偶而為之 而不是常態為之的一個 預算的一個審查方式 那麼 預算的動資方式 所以我要在這裡特別強調 所以我們也希望 耳後 我們希望最好 如果這個是 這個是今年性的補助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 跟環包書講清楚 找一點公文給你們 不要每一次都用電付 我覺得這樣是不負責任的 如果我們都同意這樣用電付 那以後整本預算通通電付啊 那還審什麼呢 都不要審嘛 是不是這樣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偉辦費 按照我們說 這個政府治理的這個 這個學理來看啊 一個小而美的政府啊 他才要多用偉辦事項 把一些事情委託給民間 學術單位各方面去做處理 可是問題是我們看到 在我們整個的人事編制當中啊 我們現在已經距離法定編制員額啊 只有只差兩個名額耶 你等於已經禁用了百分之九十幾以上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這個原額 所以而且我們的原額人數又這麼多啊 我覺得這樣看起來已經不是 所謂的小而美的政府 可是你把你禁用了這麼多的人 然後你還把那麼多的業務 全部用偉辦 那這就違反了我們說政府治理 我們說學理上政府治理 你如果是你如果是大的政府 你就應該全部都由你自己來做 而不是把案子都委託出去 案子委託出去就是要讓這個政府受身 減少政府在人事費用方面的支出 所以這是第二點 你們現在這樣的做法其實 你一方面又擴增你的原額編制 你一方面又把你絕大部分的業務 通通都委外 你知道這個是 你這個是完全相反的這樣的做法 你知道 你這不斷增加人事預算 你也增加偉辦這些費用 第三個 剛剛林正峰議員講的 你們這種經典性的這個案子 你應該要由你業務 本科業務內的這個正式人員來執行 臨時人員應該是做一些協助輔導工作 否則的話 臨時人員根本搞不清楚狀況 你叫他來去做什麼 你叫他建築什麼 你叫他建築什麼 謝謝 努民者議員 謝謝主席啊 我想局長啊這個 這個審環保局突然審出來一些這個插曲 不過我想你應該跟議員 要講清楚了 因為這個環保局是給你的是補助款 如果說是 范剛翔議員剛剛說的是委辦費 你應該編帶你的一般事務費 跟一般業務費 就由你們自己來辦 那給你補助款當然你們自己不辦 所以你們又準備去發包給別人 這個可能要講清楚 那剛剛其實這個程序問題 我覺得其實蠻有意義的 那三個小問題在裡面 第一個 這個到底補助款可以被刪 當然我覺得邏輯上是說 好不容易爭取到的補助款 所謂補助款都上級的啦 沒有下級的 補助款就盡量大家 大家盡量不要刪 盡量不要刪 但是可以被刪 當然可以刪啊 補助款只是我們所有稅務來源中間的一項 不管是你是自有的稅務來源 或者第二項是補助款 補助款只是稅入的一個項目嘛 第三個是借款 那當然都可以刪嘛 那再來第二個 是大家在想說 這個已經用的錢 已經用掉的錢啦 對啊你剛剛很多次已經用掉的錢 可不可以刪 我就覺得當然可以刪啊 因為舉衝以明清啦 因為我們決算 所有決算書900億送過來的 全部都是已經用完的預算 或者已經發包產生全責的預算了 那決算可不可以審查 我們以前在特別會決算卻有被刪過啊 他覺得你不遺之處 照樣可以刪啊 所以已經用掉的錢 邏輯上齁 那尤其我們現在省預算啊 省預算啊 我是覺得至少是擱置的話 應該是都覺得有這樣充分的空間啊 那最後一個問題啊 應該是說我剛剛也在想 已經墊付的 我剛剛講用掉錢啊 一種已經墊付的 議會墊付的可不可以刪 我就覺得不太可以刪啊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墊付管是議會 所有議員授權給議長 議長只要簽字 就代表過半議員同意了 只不過說 代表他同意之後再來給我們審 但是這個預算 議員要擱置要討論 那太正常了啊 太正常了 只是說如果沒有刪 好像是自己打自己嘴巴 這樣的而已 但跟各位來說 這個問題啊 所以我想說 如果還要再討論 我是覺得這都可以啦 但是現在只是擱置 我們就希望說 環保局你們就趕快把資料 把它拿出來 為什麼這個東西要做這麼久 墊付為什麼要這麼久 這個問題為什麼要這樣去做 我是覺得多花一點時間 跟這個誠意 把這個問題解釋清楚 比較重要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那各位同仁 53月有沒有問題 沒有過 54月有沒有問題 53月擱置的部分 剛剛有附送啊 160萬 有啊 剛剛有附送啊 160萬環保署補助辦理 106年度 北區水環境污染事件 應變請及應變民間機構協助處理計畫 各自 1942萬環保署補助辦理 106年度桃園市土壤地下 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 各自 好 好 54月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過 55月有沒有問題 過 56月有沒有問題 所以 蘇翠玲議員 我們先處理擱置 56頁第一筆10萬環保署補助辦理 104年度桃園市應應水污染防治費 徵收之放流水質查核計畫 10萬擱置有沒有覆益 我們先請蔡永芳議員 今天省預算的節奏忽快忽慢 其實我們局長都沒有說明說 要砍他也至少給人家說明一下理由 為什麼要砍掉 為什麼要擱置 因為我們都不清楚你就擱置了 我們也想了解 那個局長就這10萬塊你說明一下好不好 其實剛剛那個蘇議員他是覺得 104年為什麼不在105年處理要到106年 他主要增值點在這個地方 那事實上我們是因為我們在電汙款的時間 已經超過這個納入預算的時間 好我知道你請坐 那個主席 我請教你 我們那個預算重整 最後一天是哪一天 8月25 8月25號對不對 電付的部分 對不對 所以他這一筆是8月24號環保署 警察門來說要補助我們對不對 然後我們電付是在9月15號 議長才簽字電付 所以基本上時間都不會付了 來不及了 所以一定是從106年度再來轉正 是不是這樣講 對目前按照那個日程表是這樣 那如果按照我們那個我們其他議員的意見說 如果我們用辦理追加減預算 來做 那我們等於說我們8、9月份再來省電次追加減 這樣可不可以 曠日費時很費工的 所以說我們在106年度再來轉正 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最近幾年的做法都是這樣子 最近幾年做法 最近幾年 幾年 就是我們電付就是都會有一個截止收件的日期 以便讓我們能夠順利完成整個年度預算的籌編 那我們最近這幾年都沒有辦過追加減預算 都沒有辦過 那到底可不可行 如果 如果可行的話 我們以後其實也不要 那我再詢問 來 你請坐 那個秘書長 我們什麼時候同意給那個我們的議長 去簽這個所謂的電付款同意書 好 那主席 我大概說明一下 謝謝 謝謝大家早安 我們在第一次臨時會 第一次臨時會是經過大會通過 就是說在修會期間 授權我們議長 可以對同意電付款全權出去 就剛才盧議員也有說明了一下 這是正式提案 提案表 卓主任那邊也有 也有嗎 都有是是是 所以說那個 因為這個確實是上級的補助款 那因為轉正的時間點不一樣 就照到擱置 那其實我認為 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 我們可以慎重一下 如果明年度 需要半追加減 那也可以提出來 謝謝 謝謝蔡永芳議員 我們現在先處理 朱翠玲議員提出來的 十萬元環保署補助辦理 104年度桃園市 應應水污染防治費 增收之放流水水質 查核計畫之補助 各自有沒有人服役 那56月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 過 57月 我們先請 謝章文議員 好 那個 謝章文議員 沒有啊 因為講話啊 聽不清楚啊 那個時間重新開始好嗎 好時間重新開始 好謝謝 謝謝主席 那個環保局長 請教一下 57月那個 對特種基金之補助 就是我們 有關於這個 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的這個 法金罰款的這個部分 這個 1500萬 那我知道就是說 我們那個水污染防治法 從那個 104年11月24號 修正通過了以後 那很多有關於水污染防治的 這個罰款的這個 那個罰款金額 比以前多了很多嘛 可是我不太能夠理解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 按照到底來講 你這個水污染防治基金 你是那個罰款 罰款收入的20% 提列到這個水污染防治基金裡面去嘛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子 那局長 我再三的 我在議會裡面講過很多次了 我們水污染防治 水污染防治的這個罰款的這個收入啊 我不希望拿來當作我們環保局這個 裁員的這個變相變成裁員的這個收入 而應該是什麼呢 你應該是專款專用 然後呢去做一些水污染防治的這個工作 比方說有一些重大污染源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應該要 就是聘用專就是專業的人員 去做這個註點的這個 所謂這個防治 否則的話你根本沒有辦法 達到這個水污染防治這樣的一個功能 所以我每一次我這樣講 你這個水污染防治或者是空污 或者是其他噪音的這個防治等等 那常常都是在民眾舉報的時候呢 你們到現場去看 結果呢因為時間上的這個延宕 那水污染的這個狀況可能減緩 或者是水污染的這個狀況可能消失了 那因此舉證上面非常非常的這個困難 所以呢我個人認為啊 你這個水污染防治這個基金 或者是水污染罰款罰還的這個部分啊 再加強調我希望你們成立專戶 然後要專款專用 專款專用 然後聘用專業的這個人員 針對過去這幾年來 二性嚴重污染的這個污染源啊 你要去做這個駐場嘛 駐場駐點對不對 強制的去做一個監督的這個工作 否則的話你水污染 就是所有的這個污染源 你根本沒有辦法做一個徹底的一個解決嘛 是不是這樣子 好不好 那這筆預算 我就希望說 那個我還是提了暫時擱置了 你把希望就是說 針對這個基金的這個部分 我們未來要怎麼樣去做 那我特別提到 希望能夠專款專用 那這個部分呢 我希望你們能夠做採納好不好 那真的借筆預算 那個主席我還是認為 我提擱置了 好不好 謝謝 那謝章文議員主張 1500萬 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支罰金 主張擱置 有沒有人服役 有沒有人反對 沒有 擱置 那57月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個李光達議員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請問一下 沈局長 這個280萬局後面 這個我們這個 尋守隊的官模演習活動 有聯動 還有一個績效平和的獎勵金 我想請你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編制 他的成員好不好 這個 跟宇宙報告一下 我們的那個 還有他的運作 也順便說明一下 我們水環境尋守隊 目前總共有44隊 那我們還在 還在增加當中 我們希望我們市民 都能夠來維護我們的 這個44隊的隊員 的成員是什麼 是由各自公隊這邊 有比如說 像里裡面 有一些熱心的人士 所發起 有的是里長 有的是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也有其他的成員 他們組成這樣的自公隊 那基本上 尋守 尋守的標的是什麼 河川嗎 河川 河川 我想 我想 我們現在的河川 包括你 我們常常在談的 南崁溪也好 還有黃前溪 還有很多溪流 只要在天候變化的時候 就會有些不明色澤的一些放流 我想這個部分 是不是也該列在巡查範圍裡面 對 他們也是我們的環保兼兵 好 那執行的成效以來 我這個每年都有編 成效怎麼樣 呃 成效當然是非常好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直接 可能服役 那他們也曾經因為 舉發 然後來破壞我們的污染案件 他是 這個機動性的嗎 呃 尋守隊他們有規定 一年大概有多少時數 他們希望來做這個尋守 我想喔 在某一個層面 某一個層面上 不可否認 在這個執行上 對我們市民的一個期許 跟觀感上還是有落差 我想我們這個 既然有這個獎勵 還有這樣的一個 定期的一個預算 我想是不是說 更落實 成效上如果說可以的話 也給 因為這樣來查獲 有這樣的一個具體成效的 是不是提供給我們議會 所有的議員 來了解 好 所以我們的支持這個預算 才會更有意義啦 可不可以 可以 謝謝一座 謝謝 我基本上我是贊成 我想希望 這個水資源環境 大家 非常的一個重視 我想大家都會直接接獲 這樣的誠情 我覺得應該要具體的落實 謝謝 好 謝謝 陳美美議員 主席 學長 有關於我們這個水環境的 這個尋守隊的運作 目前是44隊嘛 陸續也要增加 你這280萬是 是要怎樣 是怎樣 是怎樣的運作方式 可以 運作報告 我們原則上一隊的話 我們是給他每個月1萬塊 跟環保志工隊是一樣 但是有時候 我們的水環境尋守隊 也是同事也是環保志工隊 也有可能是同事 簽記兩個身份 他們除了環保志工的這個 街道市容的一個 巡檢或者是清理之外 他們同時對他們附近的這個河川 他們也做這樣的巡檢 如果這個對同時 監禁兩個的時候 我們一個月補助 只有給4千 那另外 這個部分主要就是在這個 每個月的這個 這個 等於是做誤餐啊 或者是 清掃工具的一個採購等等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費用 那目前的話 有巡查拿幾條 就是 拿幾條河川 大概主要河川都有了 都有巡守隊 主要河川都有 那會後可以把 相關的一個運作的資料給我們 把所有的志工 水環境尋守隊 他們所巡檢的範圍 提供資料給一桌 好 謝謝 謝謝一桌 我們先請 那個李博房議員 謝謝主席 局長 我想就教一下 有關於大安西的一個 巡守隊的部分 我們有兩隊 一個是義和里的 一個是那個月梅的 那因為他們的一個 合役面積非常的長 那我記得說 我們有配屬機車給他們 不過這個機車 好像是說只有半年的一個時間 是不是 因為這個這麼長的一個合役 你要求他巡守 那麼我想 如果沒有機動性的一個工具的話 是不是很難達成這個巡守的目的 那是不是這個部分 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到底未來的執行的模式是什麼 可以做報告 其實我們也有 對水環境巡守會做過調查 不是每一個巡守都需要機車 我們有問過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看看 用什麼樣的方式來 補充他們所需要的配備 他們比較需要 反而是像攝影機之類的 他們能夠把它立即拍下來 然後上傳給我們等等 那對於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逐年 對於他們所需要的配備 我們來做一些調整 比如說像我們明年 我們也有編 水環境巡守隊的一個評比 評比的話 基優的我們也會有 20萬、15萬等等 那這些錢 就是要讓他們可以來 增加一些配備和需求 所以這個部分 假設他們有這樣的一個需要的時候 可以跟我們來反應 那我是希望就是說 局長能夠針對 尋找隊所需求的一個項目是什麼 能夠切實檢討 來達到我們的尋找的一個目的 有有 我們互動非常的密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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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超委議員 本來這筆預算我是不想提的 因為講這個預算會得罪人 因為需求稅的功能實際上 你們應該檢討一下 不是說編那麼多預算 在我認為 有些需求稅的功能 就跟你講的一樣 我們大漢系來講好了 我們已經有提防了 你要摩托車要這些東西 也沒有多大意義 沒有大意義 我倒覺得說你花那麼多錢 現在蠻流行空拍機的 我倒覺得我們是不是 除了我們監測小組之外 我們針對於河川流域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可以花另外一筆預算 來所謂的成立所謂的空拍專隊 24小時的有專責單位來做空拍 我覺得比這些所謂的 尋守隊員來稽查的比較有效果 你自己看嗎 你的認為呢 一助理您的建議非常好 事實上現在也有 雪環境尋守在跟我們建議 因為他們尋河岸到一個階段之後 他們進不去了 對 他們也懷疑那個地方 是不是有其他的污染源 那他們 因為我們有開口合約 他可以請求我們協助 我們會調空拍機去做拍攝 對 這就是我講的重點 對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執行 你不要花太多的錢 浪費無謂的在那邊所謂的 考核啦 什麼獎金啊 什麼獎勵 我覺得無盡於是啊 實際上很多的東西 面積太廣的狀況之下 你怎麼辦 空拍機是最有效的啊 所以這部分我個人建議啦 所以說因為講三點這個預算 又得罪到這些尋守隊員 我們也不願意講 但是實際上 你花那麼多錢 真的沒有花在刀口上面 我可以做報告 因為環保署也對這個項目 他們有做一些評比的 事實上剛剛 李國王議員也提到 那個夜眠社區尋守隊 他們就得過環保署的特優 類似這樣子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 我們尋守隊做得很快樂 然後對我們環境也有幫助 那在環保署的競賽 我們也得獎 那這部分我想我們兩個並行啦 好不好 第一個就是說 你該對於這些所謂的 機優的這些所謂的 所謂的尋守隊 該獎勵的部分 該怎麼樣的部分 你們就照你們規定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他們力有未歹的部分 譬如說想區域非常廣 你看是不是可以用 所謂的空拍機的部分 來協助 我覺得來有效的查查才對啊 而不是說這樣做 我是覺得 昨天已經開始有這樣做 有在做了嗎 有有有 謝謝 謝謝 謝謝喔 張韻炳議員 是 翼座好 請問一下 你這個水環境巡守隊 你說目前有幾隊啊 跟翼座報告 目前有44隊 1600 我都不曾看過你在哪裡 有啦 有啦 市長也都常常有去 下一次我們有去巡守隊的時候 邀請翼座一起參加 那巡守回來 他也沒有跟你報告什麼成效 他們都有工作日誌 那我們都能夠掌握他們所巡守的 我想我們安排一個時間 讓翼座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一些古代啦 鮮魚啦 壁啦 他們也看到螢火蟲都有啦 螢火蟲喔 有看到螢火蟲 有看到螢火蟲 那我認為我的感覺 我們議員通常大家很多的心聲 我認為你這個業務在執行啊 你不如可不可以委外 顧勤保全公司 來做效果會不會比較好 保全公司 保全公司 保全河川 對保全啦 雇用保全來做 我跟翼座報告啦 我們是希望說 讓我們的 退休以後的老人家 他們對環境的愛護 可以表現有一個行動啦 那由他們來參與 其實對 對整個環境是有幫助的 不是 你叫老人家去行河川 他們很願意 他們很願意 很樂意 因為他們還有能力 不是 可以做報告 所以他們要經過一些 上課啊 受訓啊等等 退休的人員 或者是說 他對於環境 他沒有工作 家庭主婦 他把孩子照顧好 他還有時間來保護 周遭的環境啦 那你主要 保全公司的話 我們非常專業的 那你主要是 尋找哪幾條河川 我們桃園地區的這十條河川 我們都 每個河段大概幾乎都有 主要的河川 主要的河川 目前的河川任養率大概 百分之四十一啦 但是我們會希望 以百分之四十一啦 但是我們會希望以百分為目標 你把這個齁 揮後把這個 這個四十四對的 這個 這個隊員送給我們 我們議員大家參照一下 好的 好的 好 各位同仁 好 黃婉如議員 那個局長 說實在喔 這個 你這個 兩百八十萬 的那個河川 河川巡守隊 你剛才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 這個就是 社區的這些 環保志工 是不是 就是用環保志工當基礎 是不是 我跟郁州報告不一定 他有的 他沒有做環保志工工作 就單純就是河川巡守隊 你說什麼 河川巡守隊 不一定是環保志工 不一定 所以這部分 有部分是 兼具兩個身份 有部分是專門 只有做河川巡守隊 我跟你講啦 真的啦 大家都很感興趣 環保志工到底是做什麼工作 他的成員是什麼 對不對 像您剛才所講的 一些退休的老人家 讓他有點工作 局長啊 這個真的我是覺得 萬萬不能啊 對不對 第一個 這個 這個環保 水環境的巡守隊 當然是接觸水面河岸 對不對 老人家的機動性 是不是夠 然後如果在這個巡視環境的 水環境的時候 是不是安全問題 有沒有給他買保險 所以我是認為說 真的 我們很鼓勵老人家走出戶外 但是啊 要去做這個 做這個水環境的巡守隊 我可以告訴你 萬萬不能啊 所以 主席啊 這筆預算暫時擱置 我希望你們能夠把這個 把這個水環境巡守隊的 參與的成員跟資格 能夠訂定出來 可以嗎 我們當然都有規定了 就是說他們必須要上過課之後 那這個課程 包括他們環境的知識 也包括他們怎麼樣 維護自己的安全 年齡啊 給他們保險 你講老人家 我就嚇一跳啊 對不對 老人家是其中的一部分 也有年輕的 只要是他沒有工作 他對環境有愛護的話 都可以 但是不是每一個老人家 都可以像他這麼 像他這麼的機靈啊 對不對 你讓人 老人家去參加這個巡守隊 所以參加這個水環境的巡守隊 真的是萬萬不能 所以這筆預算暫時擱置 我希望環保局能夠把這個 那個水環境的巡守隊的成員跟條件 加入的條件 能夠明定出來 當然他們的福利 我們是絕對要顧到 但是他剛才所講的老人家 到底 到底老到多老 希望能夠把這個負責進去 那 黃婉如 呃 林政鋒議員 你講的也是同一筆嗎 喔 那我們先處理黃婉如議員 主張擱置兩百八十萬 補助辦理水環境巡守隊運作之經費 業務經費 有沒有人服役 服役 五十七頁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林政鋒議員 八號局長 你要跟侯議員解釋清楚 所以行守隊跟我們那個 一般的行守隊不一樣啊 這四支隊全部新的 不是我們行守隊裡面的一個隊伍啊 不是環保志工 對啊 所以要解釋清楚啊 不一樣啊 這裡面有很多廠商任養 龜山任養七成 全部廠商的人員嘛 我廠商派了行守人員 我會去檢舉我的派 台灣污水嗎 跟議員說報告喔 廠商任養 企業任養不在我們邊的預算裡面 我們是針對我們的市民 參加水環境巡守有四十四隊 企業任養目前有三十七隊 有些企業他為了公司的形象 他願意來守護一個河川海洋 我們都歡迎他們來 他花艦會去任養 他有績效嗎 三十七隊有績效嗎 那三十七加四十四 八十一隊了咧 效果多少 企業不在這裡啦 跟議員說報告 企業不在這裡 那在做秀後遺嘛 企業是另外一個議題 因為議座的提問 會讓人家以為 四十四隊裡面還有我們補助的企業 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要說明清楚 那三十七隊沒有用啊 不是沒有用啊 我們看他的績效 我們給他一個表揚之類的 你還表揚還登報 龜山的企業任養百分之七十 對不對 不要有這個程序啦 說真的講 你邊這個選舉隊我不反對 但是我認為齁 最主要的 空拍是一個辦法之一 環保局成一個空拍小組 前線去空拍 對不對 還有一個就是說 用獎金制度啦 提高檢舉水污染的獎金最有效啦 對不對 對不對 報告我們檢舉獎金也有 再高啊 再提高啊 給他一半啊 對不對 縱長必顧擁護啊 你們人也沒辦法二四角去請我嘛 對不對 檢舉獎金的部分我們也有一個就是 渡利款條款 如果你在企業裡面的員工 自己檢舉的時候 不要渡利款啦 不要渡利款啦 手機一照就檢舉了嘛 採樣嘛 我是要說明如果是渡利款的話 我們按照環保署的一個標準 我們可以到百分之五十 一般百分之多少 有分百分之十 有分百分之二十兩種 重大的百分之二十 一般的百分之十 再提高嘛 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三十嘛 他不報你 華不大華華 全部是剩餘的啊 對不對 我們可以來評估啦 我希望再提高 經濟獎金 市長可以嗎 今天很多議員建議都很好 包括空派機 獎金提高嘛 我這個方法整體來研議討論 不管渡利款或是檢舉嘛 這給他百分之五十四十嘛 對不對 這樣才會成立二十啦 好不好 好謝謝 好謝謝 陳志文議員 好謝謝謝謝主席 那個不好意思 因為雖然是隔世的 不過我在這邊還是跟那個 貴局提出一些那個寶貴的意見 為什麼 因為我相信 嗯 當初我們會編列這樣的預算 然後被所謂的水環境的一個 巡守 巡守隊的一個運作 一定有他的那個目的所在嘛 對不對 主要就是保 嗯 多一份人力 能夠保護我們的那個 河川流域的一個安全 好 那現在目前來講 不管是 當然議員 剛才議員 有提出很多寶貴的意見 不管是我們增加巡守 對的設備 甚至是偵設一些空拍機的 相關的一些設備 都可以 我覺得這些意見 都很寶貴 不過我在這邊是建議說 因為我們 大旱西 這兩邊的 由於分左岸跟右岸 然後我們從上游到下游的部分 這沿線 這沿線 數公里長 說實在的 大西只有兩個巡守隊 我覺得這樣子 那個隊伍第一個 可能大家要考慮一下 大漢溪的沿岸部分 第二個 有關於人員編列的部分 因為真的 我也比較贊成我們那個 黃婉如 黃議員講的 我們現在那個巡守隊成員的 一個編制的 一個情況 這會後 我是希望說 我們來做一個檢討 要不然的話你看喔 我們目前大漢溪沿岸 又發現有一些不孝業者 請到一些來源不明的一些被圖 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 如果說今天這些巡守隊員 如果剛好正面遇到這些不孝業者 在請到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是不是要叫他們怎麼辦 因為那老人家老弱不如 如果遇到這個情形的時候 他們要及時跟誰反應 然後如果他們 到底我們有沒有給予他們 一些適度的一些 給他們一些適度的一些 一個條例 或是可以做一些適度的防衛 自己要先保護自己吧 我跟妳做報告 我們的環境巡守隊的成員 每一個人都要上過基本的課程 告訴他們 他們只是我們的環保局人延伸 因為我們不可能在每個地方 像警察一樣派人註點 是啊 所以環保志工合川巡守隊員 他們究竟他們的家園這個部分的河川 他們有一些被污染或什麼狀態 他隨時跟我們反應 只是這樣的一個幫忙 讓我們可以立即來破壞 那我們也不希望 他看到有人在做這個 隨意氣勢的這個匯氣物的時候 就跟他們起衝突 不需要 他只要打個電話跟我們通報就好了 我們來處理 這部分要交給我們 我們不希望環保志工在執行這個勤務的時候 還冒著生命的危險 所以絕對不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要講的是 我們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之下 我們又希望我們桃園升格的 市容也好 河川也好 變乾淨 你不給我們增加員額 那我們請環保志工 我們請河川巡守隊 來照顧我們的家園 我希望我們的市議員 能夠支持這樣的預算 我是拜託你們 如果他幫我們環保兼兵 這樣的事情 我們議員還覺得這樣不好的話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謝謝 那個水環境巡守隊的280萬預算已經擱置 我們就不再做討論了 那對於其他的 其他的57頁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許醫素議員 許醫素議員 好 謝謝主席 那因為剛才巡守太慢 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局長 有關於這個0303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其中有兩筆 一個400 一個600 就是針對 都是針對老街西 中上游 我還是要講老街西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的原因 是在於 從以前到現在 老街西的水質 沒有因為誰執政而改善過 只是多做了一些工程 浪費很多工堂而已 有美化 但是水質沒有改善 坦白說 那我在這裡 要跟局長您報告一件事情 全球來講 全球來講 其實台灣 台灣 是一個加工 對於高級的跑車 或者重型的機車 很多的零件來自於台灣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電鍍廠多數都設在台灣 尤其是桃園 所以我希望你會後提供給本席 桃園市裡面設電鍍廠的 目前有幾家 有幾家合法 那也拜託你查一下 據傳很多的工業區裡面 都有藏著一些非法的電鍍廠 請你們把它清查出來 因為既然非法 所以它電鍍的那一些 重金屬一定都是亂到 所以老街心的重金屬 是很高的啦 包括裡面的魚類 其實都是異形異形的那種魚運動 只有外勞才會去抓來吃 所以說對於全球的這一個 所有的高級的超跑 它的零件 既然都是來自於台灣的桃園 這邊加工啊 聽起來好像很不錯 實際上這是桃園之詞 為什麼 因為電鍍都是在桃園 因為桃園對於電鍍 這個管制太鬆 導致於啊 包括哈雷 哈雷呢全是知名的重型機車 但是它的電鍍 所有的零件 都是來自於桃園 我給你做報告一下 我們也發現老街心 的確是重金屬污染嚴重 長期以來造成我們老街心 嚴重污染 所以我們在今年的2月3號 全國之先 我們把它化為總量管制區 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不這樣做 不能徹底解決我們老街心污染的問題 所以老街心從現在開始 不能夠再有新設的污染源 所以請局長硬起來 把那些污染源徹底的查辦 並且喔 看有哪一些人 是在背後啊 支持這一些啊 污染源的業者 了解 移送法辦 好不好 再者就是剛才有提到啦 空拍 請你們不要成立什麼隊啦 這個很好 因為我就是會飛這個東西 請你們委外 很多的學校啊 就有這樣的一個附設的 一個班隊 請你們委外 好不好 尋守隊 要向我們鄉下才知道 水巡隊的重要性啦 是 我知道 請多解釋 讓所有的議員中人 了解他的思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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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好 蘇翠玲議員 對不起一樣喔 五日企業的那個設備及投資的第一項 一百二十萬 一樣一百零四年度的預算 轉正的 好 各自 好 蘇翠玲議員主張 一百二十萬 環保署輔助辦理桃園縣大漢溪 大科砍斷自然水質淨化設施 蘇迪樂風災復原工程 一百二十萬工程費 擱置有沒有覆義 覆義 覆義 五十七月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 沒有 過 五十八月有沒有問題 有 魯明澤議員 謝謝主席 呃 局長 局長 其實不要切勒 因為那個還有連續三筆嘛 但你說從運作費啦 加上官罹費 加上最後給他們的一個 考評的一個獎金 總共我看編了七百六十五萬 其實所有議員都在跟你一樣想一件事情 到底這個河川巡守隊 他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希望的功能 剛剛你已經說了 但是如果說期待這個河川巡守隊 要來解決整個河川污染的一個問題 我個人認為是杯水車薪 啟動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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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你講齁 但是有沒有意義 有意義 在水資源教育河川的尖兵 整個培養 我覺得有意義 但這種意義 如果主要意義是這個部分 我就覺得 怎麼講 有一點列錯地方了 專業要交給我們調查 我花了七百六十五萬 可以保證所有流域 從上到下能夠解決問題 河川有污染我都會知道 那當然這十四隊是沒有辦法做到 因為現在十四隊主要的情況為什麼呢 一個河川流域三十公里 他兩個里 他就負責兩公里 其他二十八公里被倒污染水 他不會知道的 他也在下雨會看到 也許污染點在他下雨 他根本看不到 但是對他教育是有意義的 可是我覺得河川流域這麼長 而且我們現在的行走隊 絕大部分在哪裡出現 有人行步道或者有堤防 可以行走的部分 可是我也說實在 所有議員都知道 我們目前的河川 很多堤防沒整治 我們每一條 每一條西 每一條河 都還有很長一段 是人走不到的一個部分 所以剛剛有議員提用機具 其他方法 是真正河川 因為你現在編帶這個預算 你不是編在後面 以教育為主的永續科 所以我們當然會希望 你的結果的功能 能夠防止整條河川流域 的污染為主 所以我是覺得 既然這個錢要編 事實上 因為你如果把這個錢去請 專業的那種空拍隊 或專業的每一天都有人 穿著鞋子不能下去巡 那也可以請到這個人 可是你現在丟給巡守隊 我是希望 那你另外還是要找預算 找那個專業的 可以三十公里 從上到下流域 都能夠監看的 你不能把這個責任 我是說真的 不能講說 他只管兩公里 對不對 對不對好不好 我們沒有把這個責任 交給我們的巡守隊 不是這個意思 那個專業的機查監看 那個部分還是要由 我們自己的機查科 我們的預算來執行 要啦 我覺得要用科技 因為我現在好幾條 對 科技是很重要 好幾條的河川或溪流 所以彌補我們的力的不足 長期會有一些突然污染的問題 那事實上這些都不是 這個你現在這個巡守隊 能夠幫你服務的 所以你一定 除了這個之外 你一定要有專業的隊伍出來 謝謝宇宙 謝謝副議員 那五十八頁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林政鋒議員 王宇宙好 為緩對你增加人事會用 剛才講說 你要增加人事 我們都議員緩對 怎麼做你們的環保業務 實際處長 我給你一個統計表 以前 憲政務時代 跟相鋒守時代 環保青年隊總人數 跟現在做一個比較 你表給我 可以吧 憲政務時代的 跟氣功手 跟現在環保積查業務 還有總人數 給我一個表出來 人數增加多少 對不對 以前的行手 是在消除清潔隊的業務裡面 對不對 行手 我剛才講 行手 行手是在清潔隊的業務裡面 行手是我們希望市民 能夠表達他被環境的關係 沒有錯 你說我們不給你人事 我要舉說 現在你們環保警 跟積查大隊的人員 跟以前 憲政務時代 跟相鋒守時代 人員總數給我比較 一個比較表 好不好 我們沒有不跟你人事 兩千多人 已經超邊了 你最好也能夠 要其他五都的人力的分析 不要 那我做比較 五都不關我的事情 五都不關我的事情 五都沒有我們的事情 五都沒有我們的事情 都比較而已 以前 台灣先政府 消除能做的事情 為什麼現在不能做 我也瞭解 像講以前 隨便行手對幾個人 三個到五個人而已 因為我們人口在增加 人口增加 合益並沒有增加 合算沒有增加 環境的品質要求也更高了 對不對 不要再解釋這些 跟做比較表出來 議員沒有反對你人事嘛對不對 你說我們議員不讓你人事痛過 沒辦法做事情 你這樣不對啊 我沒有這樣講 你剛剛有跟他講啊 你說你要人影 我們不跟你啊 我們鼓勵合川巡守隊 來參與環境的照顧 議員要支持我們 我是希望這樣 其實一個合川真的要辦 兩個人就夠了啦 要不要吵他 對不對 我不反對你增加人事 但你說我們議員反對你人事 我一定反對 我講的是合川巡守隊 我希望能鼓勵 我希望能組成合川巡守隊 來保護我們的環境 希望這個部分議員能支持 你是神力一個合川巡守 一個科啊 一個科室啊 我們給你人員啊 每一條西幾個人 去負責多少業務啊 當然你去五個人 當然你去五個人 你沒查到我就辦你啊 對不對 我跟你人事沒關係 我支持啊 既然對的人可以減少啊 既然對的人也可以減少啊 對不對 既然對我們跟大家來討論啦 其實很多要檢討的啦 好不好 好謝謝喔 我們請黃婉如議員 局長我想喔 從頭到尾喔 我們都支持你們合川巡守隊的預算 但是啊 就是對於這些的成員啊 你語言不詳 但是你為了要保護預算 你又給我們戴了一個高帽子 說我們不支持這個巡守隊的這個業務 然後還有什麼什麼什麼連結的 我是希望議座能夠支持啊 對 我跟你講 議座你想要了解哪個部分 我現在說明給你聽 你為什麼不檢討一下 你們的這些成員 我們的成員 對不對 你口口深深就是 讓老弱婦孺加入 議座你不要覺得他們是老弱婦孺 我是說連長的人 他不見得是老弱婦孺啊 你剛才自己講的啊 連長的長輩啊 年紀大的長輩 然後再來就是 黃寶署對志工沒有限制連理 是不是 對 我跟你講啦 說實在啦 我們剛才從頭到尾 只是對於你的成員質疑 並沒有反對河川巡守隊 這個的組織 這個的工作的存在 謝謝 所以希望你不要給我們 今天提出問題的議員污名化 然後啊 然後啊 抱歉 然後啊 我告訴你啦 我是希望議員能夠支持我們的市民 我跟你講 市民 那個五十八頁 一個是獎金 一個是獎金 一個是活動費 也暫時擱置 局長 說實在喔 現在有很多的檢舉達人啊 很多的檢舉達人 站在路邊 做一個拍照 幫你們當做好機查的工作 對不對 你可以把這些的經費 唯一把這些的經費 尋守河川的這些的 這個的這些費用 拿去當 拿來當獎金嘛 對不對 欸這個 重賞之下 必有永夫 你讓那些檢舉達人 你讓那些檢舉達人 在路邊拍人家丟個燕地 丟個什麼什麼什麼 等等之類的 太輕鬆了嘛 對不對 讓他去當河川巡守員 然後把這些預算 當然是叫他去做河川巡守的這個業務 然後把這些的預算 給他去讓他們當獎金嘛 是不是 那樣更專業啊 拍照 然後收集資料 然後剪接 然後整個片子交給你們領獎金 是不是 那你們也不需要 一個承辦人來對這些的那個 的那個巡守隊 河川巡守隊 來辦這個業務 也不需要對這些老弱婦孺來照顧 那個主席啊 針對這兩筆預算暫時擱置 希望我們環保 好 謝謝黃婉如議員 那蔡永芳議員 你的問題 跟現在要擱置的兩個問題 有相關嗎 那 黃婉如議員 可以 可以先讓蔡永芳 好 那 黃婉如議員 好 黃婉如議員 好 沒關係 好 黃婉如議員主張喔 120萬補助水環境 巡守隊辦理環境 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 過 五十九頁有沒有意見 沒有 沒有 過 六十頁有沒有意見 沒有 李柏房議員 黃婉如議員 有關於 0251 的一個委辦會 就是 我們的 台灣市各類噪音污染工程的管制工作計畫 那這個部分 我想有一個問題 您的噪音是包含哪些噪音 這邊的噪音主要就是我們比如說像 有一些 年輕朋友他們在夜間騎機車我們攔檢啊等等 這些費用等等 然後 比如說有一些 對於家庭造成的這個干擾的這個部分 我們去做什麼樣的一個取締啊 防治啊等等 那局長這裡面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有關於低頻噪音這個部分 目前我們常常有聽到就是說 低頻噪音去感擾到我們民眾的一個生活 那影響到他的精神或者健康 但是在法規上面 我們並沒有針對低頻噪音 去定出它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標準 所以這一點無形中 這個很多的一個低頻噪音的一個爭議的部分 更能在法規面因為無法可循 所以造成不知如何執行 這個部分局長 是不是有關於這個低頻噪音這一塊 我們局裡面或者是中央 有沒有研議相關的一個法規 來解決這個問題 低頻噪音沒有法規 可以做報告喔 低頻噪音仍然是有法規 我們這個還是要回歸到法規面 有些人的確是對低頻噪音比較敏感 但是我們可以做進一步的測試 如果是正常人跟他比較起來 他並沒有特別的受到影響 可能是他個人自己的一個幻覺或什麼 那就沒有辦法去處理了 所以低頻噪音的確會有 有些人對低頻噪音跟震動 會有一些比較沒有辦法適應的情況 但是這個還是要回歸到法規面來 那局長我想喔 這個可能我對這方面的了解是不深喔 但是我是希望就是說 能夠把這個相關的一個法規面的部分 能夠給我一份資料好不好 好我們提供法規資料 好謝謝 好謝謝喔 那林鎮峰議員 你剛才提的時候 你的噪音防止有包括汽機車的噪音嗎 有 那我請教你 還有營電工地啊 他們這邊摩托車車隊噪音在線上超速行駛 你有辦法去攔它嗎 根據做報告喔 這個部分我們會配合警察來做一個攔車 對嘛 你們沒有就執行前去攔車嘛 我們跟警察一起來 只有警察一起來 你們去攔車而已嘛 對不對 對 所以你編這個人你等於浪費掉了嘛 還是要做啊 你不這樣編的話 完全是沒有去管制了 就委託警察局可以做了啊 警察局他是攔檢下來 他也可以測啊 檢測的部分你要回到環保的專業 他攔到一通通你來得及嗎 錢線那麼大 我們一起 我們聯合一起做這樣作業 他出來的時間不一定怎麼聯合咧 不是 跟一出後拍到 我們就這樣連 三個拍不出來你不讓他去找 就像酒駕一樣 我們會在一個固定熱點的地區 那是路邊攔檢檢查 不是說 你這 照音車在外面跑你去追他 去攔檢 沒辦法攔檢啦 警察攔不到你攔得到啊 我們現在是針對改裝機車的部分 我們會做一些取締的部分 所以改裝機車的機車行 也是我們附近會去加強 然後他的作業時間也是我們管制的 把全部改裝的機車行 全部起立掉就好了啦 對不對 改裝機車全部滑 都令停業就好了啦 就沒有事了嘛 對不對 不然你沒辦法去攔的啦 弄西山被扶植我問他 請李光達議員 謝謝主席喔 局長 這個 這個關於這個噪音及振動管制 你編制六個人齁 最近我們的重點取締 我們所有的議員在上個議會齁 上個議期齁 就開始關心這個改裝 汽機車的一個部分齁 要操心六個人齁 六個人 包括大部分都是夜間出現嘛 會對我們的市民齁 一個作息安寧 產生重大的一個影響齁 最近齁 我想媒體有在報導啦 我們的市警局 也派很多的警力齁 在配合環保局齁 在攔檢這些改裝汽機車齁 在源頭的部分齁 在改裝車輛的一些機車店齁 有沒有去做一個勸導 有勸導 有勸導 勸導幾家 他們的作業時間齁 有沒有清查出來說 我們全市齁 在做這樣的業務的 改裝車輛的一個 這些商業行為的齁 有沒有掌握 幾家 幾家 插了幾家 市長說明一下 市長說明一下 我想齁 趁趁趁你在準備資料的時間 我想這個六個人齁 夜間要出巡齁 如果可以每天去這樣去做嗎 我想這個在 會產生過擾啦齁 是說在這個 以後允許的情況之下 因為我們現在的人口的密度齁 整個商業行為 都很大啦 林黛德 所謂的低頻噪音齁 我想在總質詢的時候 我有提到一個個案齁 你剛剛講說 因人而異齁齁 我跟你講這種事情齁 當你是當事人 你是遇到的時候齁 我想大家都一樣啦 擦到要去笑 當請你們去監測的時候齁 都在外部 外部當然測不到啊 他也知道你們穿著衣服就來了 怎麼他當然會關掉啊 我給你做報告齁 我們會配合陳情人的時間 譬如說您講這個案 我相信齁 我們都是在深夜一點的時候 也去做這樣的執行 我相信 絕對有相關的法規 限制他的分配齁 還有產生一個震動 對一個執行面的一個部分齁 你們一定要去落實 與民感同身受 去徹底的一個基塔 這樣好不好 我想現在的商業很多 住商部分齁 一些商業行為 假場在我們的住宅區裡面 作業場所一定要好好的管理啦 這個部分我們一定要跟市民齁 站在一起啦 我想 如果是你 還是大家所有同仁 包括我們的議員 所有左臨右舍親友齁 遇到這個問題都不慎其勞 這個部分齁一定要去正視他 我想台北齁 台北的標準 我們可以去來做一個仿效 好不好 是 謝謝 謝謝齁 我們請徐奇萬議員 謝謝主席齁 聽到局長齁 記者好 從你這個49月到60月 這是我們水質土壤保護科 空氣品質保護科 噪音管制科 總共編列的9277萬5千年齁 不知道是你的預算編列的太少做得不夠 還是說真的我們大元區你的這三個科真的是要加強 從那個總事情當中所提到的這個機場的貨機代機 它所產生的這個噪音 還有我們的空氣品質污染 都是跟你們現在這個科都相 這三個科都是息息相關的 包括噪音 還有長榮的 這個整個維修廠的 那你們那天也去做了一個整個這個做監測 你們去做監測 他們通通停工 他們通通休息 等到你們監測一個禮拜的以後 你們測了 他們又開始了 民眾的申請給我們 真的為什麼會這樣呢 當你們來做監測 他們通通休息 當你們測走了 他打電話給我 徐宇宙 現在黃寶吉撤掉了 他們現在又開始了 又開始動工了 輕輕輕輕輕就出來了 那你們這個科 三個科 你們就是要維護 要做好整個這個品質的改善 要去了解 現在相關了你的60頁 你也搬了那麼多噪音污染工作之類的 那你們是不是平常你們就要去了解 平常就要去了解 要了解哪些區域的 都已經所有的 我們相信各級民意代表 都給你們所有的議員 都給你反應給你說 哪一個區域的噪音比較重 哪一個區域的污染比較重 那你們都非常的清楚 你們是不是要加強的去了解 當然像剛才講的 當然你們要擺個身上去的時候 他們測了 他們不做了 還有那個土壤的污染房子 還有前幾天還有很多的民眾 在反應到底我們新貼區埔心區的污染 到底這些土壤呢 什麼時候可以改善完成 到現在整個查討重生 整片查討重生 現在那個眼鏡蛇真的是非常的多 還有老鼠還有紅窩魚 那誰要去處理 所以你們現在整個土壤的整個房子 那像在你們這個三個科理院 那你們這個時候這個工作 你們什麼時候才能辦完 跟宇宙報告 我們另外在基金的部分 我們會有一些有基金來支應的 我們就不用本預算來執行 那土壤污染的部分跟宇宙報告 過去歷年被管制的這個土壤 總共268公頃 我們分期分批主席 這樣啦 時間有限了 加強加強改善 好 那我們這個事業還有沒有問題 好 黃老鼠議員完我們就要休息 好 那個我請問一下喔 現在是六十月是不是 對 六十月 那你們這個噪音管制 噪音管制是像剛才講到 這個改裝的這個機車行 半夜汽車行跟機車行 這個半夜隆隆流 這個是要怎麼處理 可以做報告 他們的營業時間 就是晚上的十點到隔天的八點 是被管制的不能夠作業 是 我也知道不能作業啊 但是目前啦 真的 你們去 人家停下來 沒有人規定說 晚上 店門不能打開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只有拜託管制 到門口去 到門口去 去設鋼灶 去做一個那個靈檢 如果有特別的那個地點的話 我們就給他24小時都可以 蛤 如果有特定的地點 請裕作提供給我們 我們來做加強的機場 我跟你講 你們能夠每天去查嗎 各案嘛 你告訴我們是哪個地點 我跟你講 真的對於這個喔 我跟你講 警察是派出所是24小時不打烊的 所以拜託他們晚上去那邊 稍微給他們小以大意勸導一下 但是警察也兩手一攤啊 對不對 他沒有違規啊 是不是 他沒有違規啊 他車子沒有動啊 他只有站在門口做攔檢點 過來的人就給他做盤查盤查盤查 是可以每天去做盤查 10點鐘過後 抽時間去 跟警察一樣 站在門口做盤查 還是怎麼樣 跟你說報告 我們就是在一些比較熱點的地區啦 還有看時段 還有看 比如說像暑假的時候 我們就 對警察局有一些專案 我們一些學生放暑假的時候 會改裝機車 這個部分都是我們重點 我跟你講啊 我跟你講的是通案啦 是通案 對不對 我跟你講通案碰到這種場所 只有一個七米寬的道路 那機車行跟汽車改裝場 每天晚上車子這樣子的叫法 對不對 我不知道這你們六個人的機查 是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方式 我絕對相信 你們去那邊點一下 人家就走了 而且你們去的時間不對 然後人家已經打烊了 是不是 局長 說實在啦 派出所也很委屈啦 派出所說 這是環保局的業務啦 但是我實在不知道 你把今年的那個 執行的成效 拿一份給我 可以嗎 好 好 謝謝王議員 60議員 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 許許萬議員 補充一下 謝謝主席 針對剛才區長答覆的 非常的欣賞 這是哪些地點 跟你講 就是你24小時 24小時 會去做整個監測機了解 好 那就在這邊 大延的 剛才講的 就是浦新的地方 就是長崇附近 還有我們主委里的 這個火營機的旁邊 還有果林 這個機場航到底下 就是我們果林里 機場口那邊 還有那個大延的 橫豐 統帥社區 統帥社區 還有橫豐的 這個平安路 整個這個跑道頭 這個整個社區租戶 這幾個點 你們派人去一個禮拜 你們派一個人去 給他住一個禮拜 我們來專案處理 你去瞭解一個禮拜 看那種噪音 你們都受不了 受不了 好不好 好 謝謝徐全安議員 陳立議員 局長 你剛剛講到噪音 有一個噪音 你們一直都沒提到 那個是什麼噪音 那個噪音是豬的噪音 因為啊 我們那邊 蘆竹區那邊 有一個那個肉品市場 所以我們那個豬呢 每次都從 不知道不知道是從高速公路 一直載過來是不是 他經過的路線呢 就全部都是那個 這個商業區 所以說他帶來的 空氣的汙染很重 人家已經跟我反應好多次啊 那個酸臭味啊 這個啊 這就是空氣汙染 還有豬的這個 台比亞的 可能用電的啊 對不對 可是在路上不是豬的叫聲啊 所以我才說這一點喔 是不是可以協調一下 改變一下那個 豬汁運送的路線 避免那個就在大街 那個市區裡面喔 行走的時候的那個 空氣的汙染 已經跟我提過很多次了 我想這個應該也屬於這個 一個環保局要注意的一點吧 我們來反應給農業局 我們看看用什麼方式來 好不好 把這個衝擊降低 因為大樓在反應啊 是大樓反應 每次經過我們這邊 湊得要命 如果還有其他的 就是不是 尤其紅綠燈的時候 又開始喔 污染地面 好不好 我們請農委局也一起來評估一下 好這個希望你們注意好不好 謝謝 好謝謝陳莉莉議員喔 六十葉有沒有問題 沒有 過 我們各位議員同仁 我們中場休息十分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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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接著繼續審查 好我們接下來環境保護業務 環評及環境規劃 預算金額3333萬3千元 月次61到65月總共有5月 我們從61月開始審查 請主席主持 61月各位同仁有沒有問題 沒有 過 62月有沒有問題 沒有過 63月有沒有問題 有那個葉明月議員 好謝謝主席 那個局長 針對這個0251委辦費裡面 有一個這個委託辦理環保志工管理 及環境教育志工運用計畫665萬 是不是請說明一下 這到底是做什麼 環保志工要怎麼管理 要委託誰來管理 好我跟一桌報告 像環保署他都有辦這個全國的環保志工知識競賽嘛 那我們就會辦我們這個台灣區的環保志工隊 我們現在有400多隊 我們會臨選出優秀的隊伍去參加全國的競賽 那他們可以幫助我們得到好的成績 那在這個選拔的過程當中選拔就需要一些費用 然後優秀的隊伍我們要致應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你獎金就寫獎金 為什麼要講說這個環保什麼管理 籌辦競賽活動的過程 就是其中的一項 那另外我們也對於 這樣好不好 局長 任何一個費用 只要跟環保 這個只要是好的 我們都贊成 我們都支持 不過我希望你把明細提供給我們 到底這個600多萬你是用在哪個部分 把明細提供給我們所有的議員 那這筆預算暫時擱置好不好 讓明細給我們 大家來清楚這600多萬怎麼運用好嗎 好 我們來說清楚 好 謝謝 我們先來處理月明月議員主張的 665萬委託辦理環保志工管理及環境教育志工運作計畫 相關費用 割置 有沒有人覆議 63月還有沒有問題 好 朱翠玲議員 請問一下 一樣喔 委辦費第二個 委託辦理本事環境教育推廣工作 室外展區計畫等相關費用 這個好像是新編的預算 之前都沒嘛 對 對不對 那我也是搞不太清楚 這個為什麼要委託 委託給誰 然後辦什麼室外展區啊 這什麼意思 跟室外展區啊 我們就是希望 能夠在戶外 就把環境教育的一些知識推廣出去 比如說我們會設置一個場景 然後這裡面有一些環境教育的繪本 然後讓我們的市民可以接近 在室外就可以來接近環境教育 用這樣的方式來宣導我們 怎麼來保護環境 所以這裡頭其實你很多的委辦業務費用裡頭 其實都有啦 你們都有錢可以做這個啊 因為我們看到你在這個今年去年 其實你們已經有很多這樣的 如果是照你講的 你就是做了很多的看板啊背板啊對不對 然後把它陳設在你們的那個活動現場嘛 他要有一個藝術造景啦 藝術造景 他必須要把它 其實我們覺得喔 我個人認為啦 就是譬如說像剛剛講的 尋守 尋守的獎金其實我覺得直接喔 這個吹哨者或者是直接民眾直接獎金 我覺得那最棒 那你像這種環境教育啊 我覺得什麼最棒 其實你落實到國小 國中裡頭去教育 那是最棒 有 我們有 對不對 那你像這樣子喔 其實我們看了很多次喔 你們在辦這個活動喔 這個 辦了半天 可是來參加的其實寥寥無幾喔 那所以我覺得你這個錢啊 如果是落實在學校裡頭 像我們的垃圾分類做的最成功的 就是在學校裡面啊 對不對 學校學校裡頭 小朋友回家都在叫阿公阿嬤 什麼分類 對 他比誰都清楚 分類的步驟程序 所以我覺得這筆經費喔 這樣子運用喔 我覺得是有點浪費啦 那我個人是覺得 這筆費用就先擱置 好不好 我們看 除非你再提出更詳細 更具有說服力的資料來給我們的話 否則我覺得 你這個錢 其實你以前都有耶 你都放在委辦費用裡頭 請那個委辦單位他們處理啊 那你就不需要再另外 又再編這筆費用浪費錢 好不好 謝謝 那 朱翠玲議員主張喔 200萬委託辦理本市環保教育推廣工作 室外展區計畫等相關 費用擱置 有沒有人服議 故意 故意 那63頁請問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 過 64頁有沒有意見 沒有 請問美林議員 請問一下局長喔 我想這裡有好幾筆喔 跟這個低碳有關係的這個 預算喔 我加一加大概一百五六十萬有喔 我們來看到 從你前面的二十萬有一筆 是要做低碳永續相關的業務的這些雜誌 再下一條還有一個十萬 那這些加一加大約在一百五六十萬 等一下我再加個總數起來喔 我想詢問一下這個局長喔 你現在這個低碳啊 你的重點到底放在什麼地方 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希望能夠 來輔導我們的社區 其實現在喔 就是很多社區都做得很好 那他們可能會爭取到 比如說像 中壹的金華禮 比如說我們桃園的這個最理長這邊 他們都拿到我們環保署的銀子獎 好我想局長 你剛剛特別提到喔 你剛剛特別提到中壹的禮 我比較不熟 你剛剛特別提到中盛禮喔 我真的忍不住想要告訴你 中盛禮的禮長也常常跟我抱怨啊 他沒有得過我們環保局 任何的這個 這個教育的資源啦 經費啦等等啊 因為他們真的做得很好的 很多都是靠著他 跟很多自己地方性自發的志工 那麼有的時候甚至於還越過你們 他可能寫很多計畫 去跟環保署直接申請經費等等 那我覺得如果你要 以桃園市這個推動比較好的 這個中盛禮來舉例的話 我真的覺得有點慚愧啦 環保局啦 因為這個真的是地方性自發做的 好那我們再來看 你既然要做低碳 你看你什麼叫低碳你告訴我 低碳就是從生活裡面 我們怎麼樣去比如說使用 環保減能減碳嘛對不對 那你說你要做環保減能減碳 你看看你做的這些東西 裡面有多少是不符合環保減能減碳的 那我覺得計畫也不明確 但是你拉拉雜雜編列了這四大項 我覺得將近一百多萬 我覺得不清不楚 連你剛才引以為傲講出來的中正理 其實人家也都覺得沒有接收過你任何 因為他做的很好不需要我們補助 所以呢我是希望經費不多 但是都要花在刀口上 那這四筆預算我動議都要擱置 那你把詳細的計畫再報上來 有一些不必要的雜資能審則審對不對 那如果不符合這個低碳的一個精神的 我覺得你是不是要仔細去看一下都不應該編列上來的 所以呢我跟主題報告我四筆喔 要一筆一筆跟你講還是 主筆我們主筆處理好不好 我想第一筆就是這個二十萬 辦理這個低碳永續的這個什麼報章雜誌啊等等 好我們第一筆的二十萬 購置辦理環境及低碳永續等業務之文具紙張 事物機器耗材 報章雜誌等相關物品費用 主張擱置有沒有覆意 好那第二筆就是七十一萬兩千七百塊 辦什麼獎牌製作等等 七十一萬兩千七百 辦理環境及低碳永續會議宣導活動 教育訓練之印刷 獎牌製作環境複製訓練報名費 善雜資等相關事務費用 擱置有沒有人覆意 副意 接下來六萬元辦理環境及低碳永續等相關 業務聘請法律諮詢顧問及訴訟支費用 擱置有沒有覆意 接下來在零二九一的地方 十萬元辦理環境及低碳永續等相關 業務拆旅費擱置有沒有人覆意 覆意 六十四頁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請蘇翠玲議員 那個 對特種基金的補助 那一樣當然這就是罰金罰還 然後提撥到那個基金裡頭 環境保護基金 那我也是提議擱置 我們希望能夠把 今年度跟去年度 104跟105年度 你們 我看到你們各科是都有錢 都有罰金罰還 撥入到這個基金裡頭 那你們104跟105年 你們運用這個特種基金 去做了些什麼事情 把那個明細提供給我們參考 好不好 那蘇翠玲議員是主張擱置 是 那七百萬 罰金罰原十收訴 提撥入桃園市環境保護基金 桃園市環境教育基金 辦理推動環境教育計畫 擱置有沒有人覆意 覆意 六十四頁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 過 六十五頁有沒有問題 有 張韻秉議員 請張韻秉議員 有關於這個這個 酬金這個 因為這個 都是四頁會幾乎 十個審查會議 我看這個效果不髒 執行不利 還有這個下面那一個 入園區審查會議這個 只有一個四十七個人 參加一次會議五十人 這兩筆預算 我看不需要聘請這些專家寫者 我同意把它刪除掉 不要再勞命傷財 好不好 我個人在這裡動議這兩筆 經費刪除 好 那張韻秉議員 動議是0250 9萬4千 桃園市環保科技園區 入區審查及事業費期務 許可證審查 會議專家的出席費 主張刪除 有沒有人 因為這些專家寫者 任何執行事情都沒有在 有沒有 整個年度都沒有執行 沒有一個進度 對不對 這業務上沒有效果 沒有張效不好 我乾脆兩者把它刪刪掉好了 有所有的會議自己 我們主筆辦理刪除好不好 對刪掉刪掉 9萬4千刪除 有沒有 有沒有反對意見 好 我們請陳志文議員 好來 謝謝 謝謝主席 那個局長 科長好了 你要在這邊說明一下 在這邊大會說明一下 我們桃園市環保科技園區 入區審查及事業費期許可審查會 會議的那個出席人數 以及他目前的那個出席狀況 在這邊給你時間 那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針對這個環保園區主要 主要還是這個處理業 那針對處理業他因為他有三階段的一個審查 那三階段的審查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聘請這個專家學者的委員 來進行技術性審查 那你專家學者是怎麼分配的 目前有幾 目前我們總共有 就是我們104到105有22位的這個專家學者 那每一場的這個技術審查 是由局長勾選這個出席的委員 105有辦過嗎 有 有辦過 那成校咧 那目前今年已經辦過大概十幾場 十幾場的這個專家學者委員的這個審查 因為我是認為說 你現在目前來講我們桃園環保科技園區 你入區的一個審查 跟我們那個事業廢棄物許可的這個部分 所以有關係到我們桃園市廠商如果說要入境來講的話 基本上要先通過你們審查這一關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個預算 刪除的比較牽強一點 所以本席在這邊是反對刪除 謝謝 好 反對刪除 好 我們先 陳 陳 你主張是擱置 好 那我們先處理擱置案件 割置 有沒有副議 副議 副議 有沒有人反對 沒有人反對喔 割置 下一筆 割置優先 請張玉米議員 這錢也不多啦 這些委員會議就是來領這個兩千塊啦 知道嗎 我請問你這些專家寫者 如果沒有請這些專家寫者來 你們府內 區裡面會議可以自己如期舉行嗎 可以自己開會嗎 一定要請專家寫者嗎 耽誤了很多很多業者的這個審查會議 都沒有再開啊 這樣了解意思嗎 後面還有很多的案子 只要委外的我通通要刪除 可以做報告喔 你把今年度委外單位的 委託專家寫者來開會的 有整個案子送到議會來 這樣好不好 有送來我通通存你們好了 好 但如果沒有的話對不對 通常大家自己要曉得啊 這些還開會兩千塊 有的八百多 後面還有一大堆 因為很多的審查會議 都沒有在進行嘛 這樣了解意思嘛 不然我也不會去講這些啊 刪除你這個幾千幾萬塊要幹什麼 這樣了解意思嘛 那你們規劃要去執行的業務 你們要實際去執行 這個才重要嘛 不要耽誤業者的 人家的那個 對嘛 所以就是要專家來幫忙 專家來幫忙 專家好 我告訴你們啦 來開個會 開到會 本來兩個意見 開完會 兩百五十幾個意見 兩百多個意見 你叫人家怎麼解決事情 有沒有道理 不要這樣子啦 真的啦 越開 意見越多 每一個專家寫者出個五個題目 出個十個題目 越開越多 怎麼解決事情 這樣了解意思嘛 重點是在這裡好不好 不是說說委外專家的協助 我怎麼不曉得專家協助 他們的重要性 對不對 謝謝 好不好 謝謝張玉秉議員 那請環保局 那個會後 把這個相關資料送議會 給各議員 提供給各議員 作為參考 那請問這一筆預算已經擱置了 請問張玉秉議員 那你下一筆預算 還要主張刪除嗎 沒有 我說現在下一筆 第一筆 九萬四千 已經 擱置 擱置完成 那下一筆四萬零五百 請問張玉秉議員 是否還是主張刪除 好 陳志文議員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既然 這個桃園市環保科技園區 入區審查這個出席費的部分 我們已經擱置了嘛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說 請張議員也收回陳明 因為前面擱置了 那後面審查費 我們也擱置 讓他把那個相關的一些資料 補給送到大會 我們在意嗎 好不好 可以嗎 所以我在這邊也是 好 那我們擱置 勢子 他們就讓他把它擱置 沒有 ほ 很多センター會有展 大概三佩半 emissions 這兩個都是園區的啦 你 你說的是 你說的是 那個 不是吧 那先一筆一筆處理啦 我們四萬零五百張議員你就不主張了嗎 好 四萬零五百主張擱置 大家有沒有覆義了 覆義 好那六十五頁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林議員等一下那個陳議員先舉手 陳立立議員 這個委辦費裡面的那個六百萬的這個環保科技園區 永續經營管理計畫 科技園區 是指哪裡 在陶科裡面有一個環科 環境科學環保科技園區 環保在陶科 陶科指的是哪裡 在關陰工業區 關陰工業區裡面 在關陰區 關陰區 你知道嗎 你在關陰區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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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環保科技園區 你在這個 觀陰這裡 你那個效果 去看的人 環保職工兩萬九千多人 去看人不到一千個人 你說這個環保這個園區 有這個作用嗎 沒有這個作用啊 你邊這六百萬的預算 我覺得要全數的通通三十 不過這個是兩件事情 還有啊 這個一百七十萬也是一樣 環保科技園區裡面 什麼 維護管理費用 這些呢 我剛剛提到的這個 教育場子 是政府 你們是怎麼選定 這個叫教育場子 是你們跟廠商簽合約耶 要人家去看的耶 進去裡面看 還要門票啊 那你是幫助廠商賺錢 是不是 不是 可以去做報告 你不要講了 我都不想聽你講這個 我覺得你們寫這些都是 官免堂皇的東西啊 看了就生氣啊 你給這些業者機會 但是我們環保的效果 退轉的並不好啊 我問過很多環保職工 有沒有去過這個地方 聽都沒聽過 所以說你這 提出這個預算 我這邊反對 我建議是刪除 刪除六百萬跟一百七十萬 我講的是有憑有懼的 我不是隨便開玩笑的 好 我們先 我們先處理喔 六百萬這筆預算喔 那陳立立議員主張刪除喔 有沒有 有沒有 反對意見 有 蔡永芳議員 有 我這邊 sign Jackie 我跟 estad立議員說明一下 我跟義 scream 現在長tant 環保科技園區總共有27家廠商進駐 其中有9家目前已經在運作當中 包括剛剛陳妮妍比較關心的中台環保科技公司 它是我們國內做日光燈的回收處理技術最好的 所以經常都有外國都會來參與都來參觀 國內也有不純然是環保志工 從外縣市來的市民都有來我們桃園參觀這家中台 那他在現場呢他就把家戶回收回來日光燈 經過拆解怎麼樣的拆解那裡面的拱怎麼樣來回收 裡面的玻璃怎麼樣來回收等等 那回收的玻璃又做成藝術品讓這樣的價值可以提升 拱蒸器的回收現場也告訴小朋友說 你去的時候你要了解這個拱如果不好好處理的時候 會造成水與病人會骨骼會彎曲等等 那你在現場的時候他也可以提供一個就是我們的頭髮 頭髮可以現場做一個採樣跟這個檢測 那數據會提供給你說你長久以來 你吃了那麼多魚 你會不會有重金屬拱的污染 提供這樣的資訊給市民 所以它的確是一個很適合去參觀的場所 那也是環保署輔導成立的經過認證的 你說這個科技園區總共有27家 目前進去9家 中台只是其中了一家 那因為剛剛陳議員是把環境交易場所跟他結合在一起 那其實回歸到環保科技園區來講 它本身就是一個資源循環在利用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委辦費是要委託哪一家的公司 來做這個所謂的環境的這個宣導 不是宣導 還是個標案 整個園區的管理 蛤 整個園區的管理 整個園區的管理 就管理進駐的廠商他們的營運 管理他們進駐的廠商 他們對外有什麼團體要來參訪 我們來請他們進來參訪 包括我們園區有一個研發大樓 研發大樓管理也都是在這裡面 那本期講的這個很有意義 那其實很多議員也沒有去參觀過 想說在這個會期後帶我們去看看 我們來安排 我們來安排好不好 我們來參訪一下 因為這個我們議員有意見 我認為這非常有意義 我們就先擱置好不好 先擱置好 謝謝 主席本期動力擱置 那個那個蔡永芳議員 他那個我們黃錦溪議員舉很久 你的擱置等一下 可以先讓他發言一下嗎 擱置後就就不討論了 好 那 我們擱置案優先處理 我們先處理蔡永芳議員主張的六百萬 辦理環保科技園區永續經營管理計畫 入區廠商研究機構招商輔導 績效評定 環保科技園區研發大樓行政管理 及事務工作等相關工作六百萬 割製有沒有覆議 有沒有反對意見 沒有覆議 沒有覆議 反對 那我們就表決 有人反對 我再重複一次 這六百萬 我們蔡永芳議員主張擱置 有沒有人覆議 有沒有人反對 有反對意見 我們要表決 請卓主任 韓主席三十五位 好 我們現在贊成擱置的請舉手 十九位 十九位 那反對擱置 反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十一十三十四五 十五位 好 那本筆預算擱置 擱置我們就不再討論 那下一筆一百七十萬 陳莉莉議員 提議刪除 有沒有人覆議 有沒有反對 蔡永芳議員 局長 你再說明一下好不好 這一百七十萬 那個辦理桃園市環保科技園區 營運管理 維護這個費用 再講一下好不好 這個包括那個 公共設施的一個維護費用 包括一些水電費啦 還有工業區裡面 也有服務中心啊 等等 這樣的一個費用 等於是前面那六百萬 是委託他們做管理營運的方式 後面這些錢是做 比較像雜資的性質 雜誌跟所謂的那些環境的那些 那些總務工作的維護對不對 是不是 搭配的 所以說既然這個都 我們議員先生女士有點意見 那本期動議先擱置討論好不好 我們先擱置好了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我想喔 今天這個環保科技園區的這個議選審查 是關重大 主要就是環保科技園區 針對這兩邊的議選啊 並沒有相識 給大家所有的議員都了解 我想我要給這個機會 給我們所有的議員來做一個報告 基本上環保科技園區啊 現在是主席人時代 在這個中央來情緒的 為了要來處理到我們土屋 需要幾個區域 會一個處理到 會設置的辦法 那麼在這個環保科技園區裡面 它有一個空氣汙染的 這個這個 總量管制 那麼就是轉換轉 替我們土屋 不要來處理我們土屋的 主要幾個區域 也要設立一個工業區 今天 很多我們的議員同仁啊 並沒有了解 尤其在這個時分 是我們同事啊 要積極來照相的一個時代 的時代啊 那麼這個工業區 就清楚說審查的委員也好 出席費也好 如果要刪掉 這違反到 申請入園的 一個流程跟規矩 基本上 你還沒請 外面的這個 學者、專家 來出生 來審查 你要怎麼讓青雄 來照相 來進來這個工業區裡面 所以說啊 這事關重大 因為這個環保局 真對環保科技園區 並沒有做很上市的一個說明啊 意思說 啊 很多這些民進代表 對環保科技園區的預算 不了解 不了解當然 有很多意見 所以說啊 我是贊成蔡宏方議員 啊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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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子 那麼全數來擱製 擱製後 請環保局 緊對環保科技園區 那麼啊 做一些 啊 這個這個這個桌子 甚至在預算審査之後休息期間 邀請所有的同情來環保科技園區裡面去參觀 以後要把這個環保科技園區 甚至要擴大也應該 這樣好嗎 所以黃錦溪議員你也是主張擱置是不是 真的 那我們擱置案件 我們就優先處理就不要再討論了 那一百 有意見 林政鋒議員 兩筆預算有重疊的地方啦 有沒有 沒什麼重疊的地方 你那六百萬跟一百七十一百七十之後我不管 就是行政費用嘛 你六百萬裡面 永續經營管理計劃 現在還要提計劃嗎 當時設立就有計劃了對不對 沒有計劃怎麼設立就有延期 你還管理什麼計劃 對不對 還入居廠商研究機構招商輔導 招商輔導不需要委外啊 我們精華企可以招商輔導啊 經過亂編重疊 精華企不能招商輔導嗎 那績效平定 平定什麼績效 進來還平什麼績效 跟隨比賽 如果做不好就不要比賽笑死人了啦 績效那麼差還要平定績效 所以就兩百萬的機會裡面有問題嘛 你應該去刪減掉 對不對 對不對 你要評比什麼績效 跟隨評比 你管理會事務會 我們不開銷不行啊 還要委外來管理計劃 還怎麼招商輔導 這床屋的經費嘛 對不對 你應該自動刪減掉啦 不然我們一定把你全部刪除掉啦 割製我們意見啦 謝謝林鄭峰議員喔 那因為六百萬我們已經擱置喔 我們就不再討論喔 那一百七十萬喔 辦理桃園市環保科技園區 營運管理維護等相關 事務及 雜像等費用喔 擱置有沒有意見 魯明澤議員 是我一定要喊一個反對才才有辦法 取得發言權嗎 不要這樣 要這個局長 其實這個很簡單 因為大家的問題點 是因為你編載委辦費 好不好 如果你編載業務費 我們就知道了 是我們已經 你們有合法的公務人員在管理 我們就清楚 我們就不問了 什麼叫委辦費 因為你發包給某一家公司企業 或某一個人會拿到這個錢 那我們真的很想瞭解就是說 因為剛剛我們林鄭峰議員 其實問到幾個重點 永續計畫 你說永續管理計畫 我也看不懂啊 這個永續管理計畫 是你們要做什麼樣的計畫 我也不太懂 為什麼呢 因為你去年同樣的名目 連字都沒改 你去年也給你六百萬 你去年也做一個環科永續計畫 你總不能永續計畫做了一年 就是一個我感覺如果它是一個計畫的話 就已經是做永續的嘛 怎麼會說我去年做一個永續計畫 錢也給你了 去年沒刪 你六百萬怎麼用的我不知道 今年你又要編一個至少你明目說計畫已經做了 換了其他項目嘛 那我想請問一下 謝環科請問一下這個管理工作到底是哪一家公司在 我們委託哪一家公司 哪一家公司把這個錢領走的是一家還是五家 請說 這個委託計畫是今年有一家廠商 一家嘛 這所有問題點就已經問出來了 就有一家把這個錢拿去 然後他下面在做事情 所以你要議員要多問幾句 這個才幫大家看你荷包嘛 你編到委辦費 可是可以這樣搞嗎 我覺得很擔心耶 像我們現在很多計畫 你說環科是長期的 你要管這環保大樓 你要管什麼是長期的 你要一編就給我編十年的計畫 才可以給每一年編委辦費 就讓你今年不要得 今年要不要標 今年要不要標 我現在就問你一件事 有一家固定在這裡管理的公司 但是我們今年單列預算六百萬 按理說今年要上網招標 他沒標到咧 他的管理人員呢 那話倒回來 你們在想什麼 我就是錢弄給你 弄給誰咧 他到底做什麼咧 他拼了這麼多人 為什麼是他呢 為什麼每年都是他咧 像你這樣的編預算的方式 每一年按理都要 來一次採購法的一個招標 除非你寫的標單 你寫的規則 它是獨一家 它是唯一家 你配合它 量身訂做一服 不然我就不懂 你每一年這樣編委辦費 你也不編其他的 要不然你寫個十年的計劃 像很多這個 不管是什麼 一年有六百萬 我們要做十年一個永續計劃 你不是這樣耶 你們真的是如果說 這麼有信心說 你放心 你給我標 該買還是會你買 該僱人你顧 我環保局每一年 保證你某一家公司得標 我是覺得你們這樣編的方法 編代委辦費 沒有一個長期的計劃 我覺得不能怪議員問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 擱置之後 希望 我們把這個 沒有保證 公開招標 楊朝偉議員 那個局長 我想因為我們現在人數不夠 人數不夠 反正你擱置了 但是我們要補充一下 那實際上 實際上 這個園區的部分 還被審計處來糾舉過 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 研發大樓的整體的規劃部分 甚至於現在裡面園區裡面 很多人買了地了以後 他沒有做這樣設施的時候 你們也沒有退場機制 也沒有退場機制 那我不知道你們有去的經營 跟有效的管理 到底你的計畫是怎麼樣 你們是延續性的 還是只是每一年就編著預算 六百萬六百萬六百萬 這樣花掉 我們議員都不知道 那我覺得這樣對不起 對不起我們所有納稅人的錢 所以說你既然 那個大樓已經被糾舉了 那我不知道說 你的這個 他的計畫去年已經編出去了 那他到底 計畫裡面當中 有沒有針對這個有效的運用 或有效的管理 你可不可以很快的說明一下 我可以說明一下 就是 審計處他們那邊的意見是說 我們的研發大樓裡面的 每一間的研究室 好像都沒有百分之百 充分利用 更為一座報告 當時環科用意就是說 應該廠商先進到研究室去 研究一段時間之後 覺得不錯了 那你來買地 開始設廠去輕作 現在我們的地 全部都賣出去了 其實已經達成了 當時的這種目標了 那 審計師是回過頭來 要求我們要做研究室 你在研究室研發出來的結果 你也沒有辦法再來買地了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達成 階段性的任務了 那這些研究室呢 我們還要看看 哪些場所他可以用租的方式 來在現場做一些實驗性的東西 充分利用嘛 充分利用 那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進度的部分 第一個你趕快催促一下 第二個退廠機制 有些人買地 買了以後他不做 他轉手賣掉 所以這個機制就是要來審查 我想這點你非常清楚嘛 了解 對不對 他地買了以後 他佔這個名額 結果他把地高價賣掉 我們未來催促還在規劃的 完全沒有退廠機制 我想單位質詢的時候 我們已經針對這個問題 跟你討論過了 我希望這未來拜託一下 因為預算我們已經給你割製了 我們有發現過去有這樣的問題在 有問題在嘛 我們希望能夠來加速促進 他們都進在這個圈區裡面 好的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現在處理170萬割製 有沒有不意 OK 好 朱翠穎議員 現在擱置了這兩筆案子 一個600 一個170 那我看了一下 104年也是600 105年也是600 107年 106年也要600 我麻煩請把你104年 105年 甚至103年 是哪一家廠商得標 他的永續計畫是做了什麼計畫 還有那個170萬是怎麼執行的 然後甚至你們那個標案的那個規定 也一併把這些相關資料提供 好不好 謝謝 好 我們請環保局 盡速提供資料給我們議員 來作為參考 謝謝 65頁還有沒有意見 沒有 過 好 接下來廢企務管理工作 預算金額14億 七千八百八十五萬 月次66到74月 總共有9月 我們從66月開始審查 請主席主持 66月有沒有意見 沒有 過 67月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我們請徐奇萬議員 謝主席 那我們0251的委辦費 你這個委辦費 就是在本市垃圾 紅花園廠周邊土地開發 這個三百萬 那你這個委外 那你在評估還有土地 所有前程的議員調查計畫 那你這個到底是在怎麼用 那你的委辦費呢 現在這是要怎麼委辦 那委辦給誰來執行這筆預算 那這三百萬的預算呢 那執行了以後 那你要怎麼去 在整理的這個報告 我都覺得是非常懷疑 你既然紅花園 這個紅花園周邊土地要開發 那你要開發的話 是我們自己來評估的 是我們自己來評估的 而且呢 土地所有前程呢 你說要不要願意 這個來調查來做計畫 這一個 那應該是由我們自己來辦 那你這樣又是一個委辦費用 你要請說明 不然我就給你動機刪除掉 好 謝謝一座的質詢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 綜藝地區很多議員所關心的部分 我們當時在蓋這座新榮紅花廠的時候呢 對這個當地的這個里民來講 他們也有一些期許 期待 希望能夠帶動地方的一些發展等等 所以他們希望當時 政府也能夠對這個地區的 這個未來發展也做一些規劃 可是因為當時可能因為 有一些地幕的使用等等 有一些限制 那新政府上來之後呢 我們持續對於當時 興建這個紅花廠的時候 對當地的里民的承諾 我們必須要能夠接續下來 所以我們覺得有必要讓當地的里民了解說 未來發展可能有好幾種方向 那哪一種方向你們有什麼意見 希望做一個民意的調查 調查結果出來之後 我們再看現在的法令 用什麼方式來可以來促進當地多元化的花廠 那你這個委辦會 那你這個整個對市民有承諾 那當然我們要對市民有一個交代 那我就說明裡面 把他本市興隆紅花爐加進去 好修正文字我們先請卓主任 跟我們附送一次 我們針對三百萬這筆本市 垃圾混化廠周邊土地開發評估及土地所有權的意願調查計畫 就是把我們垃圾這兩次刪除加入興隆 就是本市興隆混化廠周邊土地開發評估及土地所有權的意願調查計畫以上 看大家有沒有意見 等一下那個林正峰議員晚換張韻秉議員好不好 垃圾不一定我們五年後不細約了對不對 不一定會繼續細約嘛 我們管他周邊土地幹什麼 你說我要新設一個垃圾 要評估隔壁的土地要我支持你啊 新的我們是委託BOTI 我們要土地啊 土地都是公會行李 你要委託什麼 你平安港也哭啊 那不是這樣 可以做報告 這個就是當時政府的一個承諾啦 承諾什麼 那也是議會的議員同仁他們的一個提出的一個 希望我們政府來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尊重議會的一個要求 不是啦 我們的企業火候候五年後就到期嘛 對不對不做了嘛 他們才沒賺保啊對不對 我先一千擱置掉啦 不要討論 調查意願啦 報告一座 報告一座 這個調查不是對興隆那馮花廠土地的啊 是針對馮花廠周邊 周邊的一些農地 當時候在15年前在建設這馮花廠的時候 政府有對地方說希望這周邊的農地 能夠有一個高強度的一個使用 那所以要需要這樣一個案子的部分 來調查周邊的這些農地地主他的意願 那都15年來現在才做咧 當初就要做了啊 所以我們負責任來做啊 那你新搜的馮花廠要不要調查 你不要討論是在新搜的馮花廠嗎 新搜的馮花廠目前是在陶科工業區裡面 不要調查嗎 工業區本來就是一個異定地了 也通過環評 是 謝謝一座的關心 好 請張韻炳議員 議長 議長好 這個就是在新農 各社的馮花廠周邊這個文中路兩旁的這些 這些農地嘛 因為這個案子早期在 李副總統李秀蓮的時候 做現場的時候承諾鄉親 所謂的土地高度在利用 所說的一個縮貼的案子 那麼你在 所以說剛才李議員他講的 怎麼以前不做到現在才做 這個遲來的春天啊 你們不要這樣子啊 這個案子 閒置了幾個多久了 對不對 15年 15年 現在我之前也講過 已經快北風北了 那麼需要這350萬的 這種規劃設計也好 這個所謂的議員計畫書也好 周邊的土地在利用 你們要落實下去 對於鄉親承諾的政府的信所諾言 不能夠辜負百姓鄉親的私信移民 這個相當的重要好不好 尤其這個兩旁 就是靠近薪農洪化廠 文中路現在已經透寬了 整個通勁網中立工業區 涵蓋著這個周邊的土地在利用的問題 所以說我們議員 有的議員裡面不了解這個 比較對這個案子不熟悉 那麼今天在這裡看到 這邊的350萬的經費 350 300萬 300萬 300萬的這個經費 你們匯後 就是盡速的去處理 然後在周邊的土地的鄉親 做個議員調查表的時候 然後這個 他們屬於 現在你們在意的就是 他們因為屬於特定農業區 對不對 因為他這個是特案 這樣了解意思 特案有這個 鹹物設施 所謂的鹹物設施 就像說洪化輪的設備在那裡 那麼這個案子相當的重要 百姓 這個鄉親 他們很重視這個案子好不好 揮霍你們繼續的去執行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針對 總統 針對這一筆300萬文字修正 本市興隆焚化廠周邊土地 開發評估及土地 所有全人意願調查計畫 大家有沒有問題 好 還有問題 那黃婉如議員 這個本會一廂情願的 說這是興隆焚化廠周邊土地開發評估及所有全人意願調查 這真的是用在興隆嗎 對 我們不是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還要再開發一個新的這個粉化廠嗎 我們這個案子真的就是 就是為了當時蓋興隆焚化爐的時候 我對當地的周圍的這個農地的里林 有做了這樣的承諾 那這15年來一直都他們一直很期待 好那期待那這問題出在哪裡 為什麼這15年來都一直沒有在進行 而在我們如果假設說好 你確定是用在興隆 那萬一興隆不跟我們續約的話怎麼辦 那是兩件事 這是不是跟興隆續約的條件之一 沒有不是 是不是 不是不是 興隆那個部分要不要續約 那我們另外有一個團隊在庭部當中 我們希望做出來的結果 是對我們桃園市民最有利的結果 這個我是希望真的 我想你也不會欺騙這些民眾 不需要 我是在想說 這是不是將來這個興隆的這個擴大工廠的這個 不會不會不會 的一個地幕的變更 不會不會不會 跟興隆沒有關係 啊 跟興隆公司沒有關係 有啊怎麼會沒有關係 這上面就已經寫興隆 我們已經文字修正 本市興隆垃圾焚化廠 周邊土地開發評估 周邊土地他只要強調那個區位 對不對 不要讓人家誤以為好像在其他地方要做調查 不是啊 我跟你講你要說清楚講明白啊 是 上面這個的評估跟這個的意願是要做什麼 對 是哪個單位來做 對不對 不要到時候這個是變成 這個興隆的這個擴廠的一個計畫 不是啦 不是 不是興隆擴廠的計畫 而且真的讓人家匪夷所思 為什麼十幾年以後才會有這個舉動 為什麼 為什麼 那個 我們只能講說 動機何在啊 是不是 不是 也要都是計畫變更很容易啊 提出來 然後專案 收內徵部 下來就OK啦 因為當地的 剛剛有報告就是說 當時要蓋焚化爐的時候 對當地的居民有一些這樣的承諾 我知道啊 承諾怎麼會在 過去以來也一直 15年以後才提出來 過去以來也一直有在還應這個問題 才提出來 當初的承諾 為什麼15年以後才提出來那個實現 吳志昂縣長的時代他們也處理過啊 所以喔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功耗啊 所以在這個 好 謝謝黃婉如議員喔 請黃附淑鄉議員 主席 我想局長 你真的要講清楚一點 而且喔 聲音也要大一點 我都聽不太清楚耶 剛才喔 我們黃議員講的說 這個把新榮加進去 會不會你要移做新榮的延廠的一個 相關計畫 其實你要講得清楚一點 就是周邊土地開發 你也要回應說 為什麼現在我們編這個預算 因為這一個周邊土地 文中路這兩旁的土地的所有全人 其實陳情十幾年啊 我們之前的這個政府 他都有接受陳情 開過很多次的會議 都沒有一個比較正面的回應 當然我們謝謝我們環保局 我們現在編列這個三百萬 來做這個土地所有全人 要開發的 開發評估的這個相關計畫 我請教局長 如果這個費用通過 給你大概要多少時間來做 我們是一年的時間來評估 蛤 一年的時間 一年的時間可以完成報告是嗎 是 評估報告可以完成是嗎 是 要到一年喔 是 那個 那 那這個三百萬的計畫 一年這個經費夠不夠啊 呃 應該夠 夠啊 嗯 我在這邊啊 剛才我們張韻平議員講的 遲來的正義啊 其實對於那邊的土土地所有全來講啊 讓我們彭化 彭化盧在那邊設廠 當初的承諾到現在 我們 呃 我們的市長 跟我們環保局 才編列這三百萬來做這個 開發評估的一個相關經費啊 本期是 謝謝你們啊 可是我今天講 一定要講清楚 寫的新榮 不是講新榮 文化盧 是 周邊土地 你要講清楚 好不好 文字上面有寫啊 好不好 拜託一下 謝謝 好謝謝喔 謝謝黃鼓張議員 嗯 我們請林志豐議員 市長喔 你在委辦會 啊 第二條 八千五百萬 是 政府 委託 官林揮紮場場 處理揮紮的一個 委託 委託會嘛 是 九年一年要一億嘛 將近一億嘛 是 那九年以後怎麼拜 可以做報告齁 就是 呃 這個場是 到一百一十年的時候 就到期 就滿了 對 那將來 那個場是回給我們的 是我們自己的財產 我們自己 土地是我們的嗎 土地是我們的 那我們要委會給他幹嘛 市府的土地 那當時是一個 呃 ROT的方式 由他們來興建 土地是我們對徽扎 還要給他一點一億 土地是我們的 但是他要設 他要蓋場啊 他要幫我們把 紅瓦爐 燒加護垃圾出來的那個 灰灰 他要做一個篩選 抵扎 抵扎他要做一個篩選 篩選完了之後 讓他達到一個 幫我們處理灰災 我再請教你 我們當初跟新榮訂的馬關條約 不能講條約啦 我們給他紹樂式灰災 我們市政府全部負責處理對不對 是 灰災的部分 我要你給我一個資料 這十五年來 台灣市政府 幫新榮 每年除以多少灰災的量 就表給我 土地結議給我 沒有問題吧 沒問題 到一百零四年今年還沒 還沒到期吧 每年幫他除以多少灰災的量給我 所以我們整理資料給我 因為禮貝一定有問題嘛 為什麼 他殺的不是我們台灣市政府垃圾 還有其他的廠商垃圾啊 當時合約就有定說 他們可以處理一千兩百噸 對啊 另外一百五十噸是 我要的是 這裡面的灰災是 包括我們自己一千兩百噸的量 因為包括外處理的量 我們幫他處理灰災 理性這一點啊 這是土地耶 了解 對不對 來給我一個水量表 是 好 謝謝 那我們請環保局 還是一樣要提供資料 盡快提供資料 針對六十七月預算 各位同仁有沒有問題 沒有 過 六十八月預算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對不起 對不起 那請蘇翠林議員陳述意見 好的 局長 請問你 這個第一項費用 本市巨大廢棄物破碎處理計劃 這個好像也是新的計劃吧 是 對 那這是什麼東西啊 跟一桌報告一下 這個就是針對我們清潔中隊這邊 每天都會收運的這些 有關於這個樹幹樹枝樹葉 這一塊的巨大廢修部分 以往都是 堆製在掩埋廠 那我們希望掩埋廠空間 應該更有效的一個活化使用 所以我們一個計劃部分 希望把過去堆製的跟以後 每天收到這些的 一些樹枝樹幹部分 能夠透過這樣破碎部分 它能夠變成 所謂的這些農業的這些 複資材 或者是一些鍋爐燃料來做一些使用 不要把它就放在掩埋廠裡面 佔空間這樣 所以我們特別在明年 有這樣一個計劃的一個執行 那我建議先擱置好不好 第一個我們要知道 你現在每個月產生的 這個所謂的樹枝這些廢棄物有多少 然後你的計劃要怎麼執行 在什麼地方執行 還是你要購買什麼樣的器具 我們現在都看不到 所以我建議這筆擱置 然後請你提相關的計劃 跟數據資料給我們議會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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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剛我敲的時候 還是有看了一下 可能沒有眼明手 那個手快眼睛不明 不好意思 剛剛已經 那我們這個 一千兩百萬 本市巨大廢棄物 破稅處理計畫 擱置案 有沒有人服役 我剛剛是已經敲過了 蘇毅元 很棒 那我們還是 那我們請環保局 還是要提供這個 詳細的說明給我們議員 好不好 那 那蘇翠 很抱歉 那蘇翠林議員主張的歌字 有沒有人服役 那等一下我會看慢一點 大家手稍微幾塊 好 那 六十八月 我們請 吳宗憲議員 好 謝謝主席 學長我請教你 現在我們演埋場 還有全市還有幾個演埋場 我目前仍然在使用中有七個演埋場 哪幾個 桃園的會計 中立的中服 然後揚美的原本 然後還有我們觀音的寶藏 還有觀音的徽渣 然後還有巴德的大鞍 然後還有一個是龍潭電子壺 那你會計 好像演埋場已經封閉了 不是嗎 我們現在還有暫製一些 比如說像 購立 搭掃還有台灣床 對啊 演埋場幾乎都已經停止 你稅區的時候都進哪裡 主要還是幾個地區 像那個島上 還有大鞍 還有像原本 電子這邊 那你這七百九十二萬一千元 一千元這筆預算是怎麼樣 這筆經費是針對桃園區的會計 垃圾也埋場 他在我們延續升格以前 他的整個跟地方的一個回饋的部分 來做個執行編列預算 問題是現在已經沒有也埋場了 還是有 站置場而已 堆置場而已 堆置一些大型 你把垃圾都運到觀音了 還 跟你做報告 因為這個是在升格之前 各鄉鎮區公所 他們在作業上面的一個方式 那就是你升格 就要檢討了 對不對 你不能把 升格以後就已經沒有了 你還一直編 可能你總有一天 你總不能編了吧 對 他沒有掩埋場 你總不能編了吧 我們如果把當地的一些 站置的東西都處理完之後 我們會適度的恢復它 就是封閉了 像我們現在已經有16個廠是封閉的 封閉之後我們把它綠美化 讓我們周邊的居民能夠感受到說 啊 潛伏車是變成好的 你後面還有很多 很多喔 是 我知道 據我所知那個都已經封閉了 你還編預算喔 我想齁 你這預算編列不要太腐爛 說實在的 該升格以後 該修正就要修正啦 我想這次 我沒有意見啦 只是說你自己要 預算編列 特別 我剛剛看了啦 觀音才五百多萬啦 觀音實質上你 你稅修的時候 垃圾全部 好幾個區全部進到觀音啦 你才編五百多萬 這邊就編七百九十幾萬 已經完全沒有垃圾進去了 你還編七百九十幾萬 這樣對嗎 教授你說這樣怎麼有利 跟義作報告啦 我想這個齁 就是當地還是有一些需要暫自 暫自根本就不影響到 也不需要你任何的消毒幹嘛都不用了 對不對 反而你更需要現在人家給你暫自場 每個區都到那裡的暫自場 你不照顧 以後人家跟你瘋了 你那要怎麼辦 我跟義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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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在稅修的期間 我們家務樂事還是持續有在進這個新農 因為他還有儲坑可以來 他不能處理 要堆滋 他們要補貼我們 怎麼全部我們來處理呢 消毒也要我們做 我們重慶在印尼市也要我們自己處理 這樣公平嗎 這樣不應該的你知道嗎 那個會根據所實際發生的費用 我們來算那個處理費用的一個處理 你不要跟他請求 不是 一次報告 如果說你的所有東西都由他來做 今天我們要付的處理費用 當然就會比較高 他給我們企業嘛 每天要處理多少量嘛 不能處理他就要負責嘛 他要找都市場給我們放嘛 就看企業怎麼訂 對啊 所以企業訂得很爛 剛剛說桃園市 葫蘿山 葫蘿阿盧 垃圾廠還要回北京 我們貴山還要再領 貴山也有啊 那股的也要再啊 我也要領啊 對不對 他們已經停了嘛 我們已經停了嘛 葫蘿山沒有啦 應該停啊 沒有回會金啊 是會計 會計就是葫蘿山啊 會計也埋賞 他有兩個部分 公平的部分沒有啦 所以說你停掉就停掉 不要再設置金再繳回會金 那別鄉村會抗議啊 我們升格之前 各鄉村居公所處理的方式 我們會尊重啦 對 所以那個部分我們會來 再來檢視再評估 那台灣 那台灣西人 可以領保障基因 影響比較多的 那我們當鄉長 會被罵死掉才怪 不公平嘛 檢討一下啦 謝謝 好 謝謝林鄭峰議員 我們請萬美林議員 你這筆啊 這個 會計垃圾掩埋場 我沒有念錯嘛 會計垃圾掩埋場 編了790多萬 對不對 那我覺得如果去看 說會計垃圾掩埋場 這個掩埋場 我在上個會期的時候 我就有質詢過 對不對 我請教你一下 垃圾現在還可以進去掩埋嗎 站置啦 站置是不是 對 我們現在垃圾 不會是垃圾直接掩埋 我跟你講喔 如果說啊 你要把這個垃圾掩埋場 徹徹底去封閉掉 把它恢復一個乾乾淨淨的原貌 誰要你這個補助的預算啊 對不對 你每天編了這麼多補助的預算 你知道讓我們大塊西區 所有的居民這麼困擾嗎 了解 你之前 喊你們環保局帶頭 偷偷默默進去倒垃圾 對不對 倒了滿地的垃圾 讓我們抓到 後來陸陸續續有沒有 大家心知肚明 再來你的站置在那個地方 你不管發生了那麼多次的火災啦 然後呢 垃圾在那邊站置的這麼厚 然後呢 這個臭味啦 污水啦 等等啦 我跟你講 你自己親自去那裡看一看 我們幾次去會看 在假日也不好意思叨擾你 市長也是看過 我自己進去看一看 對不對 我跟你講最好的方式 當然最筆如果能夠刪除掉 然後你把那個垃圾野蠟埋場 給我關閉掉 然後通通不要在那個地方給我站置 不要給我倒垃圾 不要影響我大塊西區民的這個權益 誰要你這個錢啦 是 所以呢 我覺得你今天要說清楚講明白 我覺得 你今天這樣的一個回饋 我們大塊西所有的理名 是很委屈的在接受 你知道嗎 是 好 對不對 目前還有需要啦 我跟你講 回饋是一回事 你回饋下來的錢 那可以工作地方理名 怎麼樣的使用 當然你也要讓我們去清楚 了解 也並不是說 我們幫大塊西爭取這筆錢 我很開心喔 大家就可以來快樂多一筆這個錢來用 並不是這樣子的 這是一個補償 那補償了什麼 就是你這個會計的垃圾野蠟場 在我們這個地方 長年造成我們的污染 以及現在 本來應該要封閉的野蠟場 你卻沒有封閉 不但沒有封閉 還有你環保局 還有你桃園區的清潔隊 偷偷進去到垃圾 那麼 長期以來 你不管在那邊 大型的一些廢棄物也好 那麼大型的床墊也好 垃圾的這些余灰余鏡 這個自己燃燒完畢以後 產生的這些廢棄污水 下雨以後都往下流 很嚴重耶 我覺得如果不要編 最好啊 你把它恢復也冒還給我們嘛 是不是 所以我想 這筆預算呢 本來就應該要編 那但是怎麼使用 我覺得你應該可以再告訴我們 讓我們的議員大家都清楚 再來 我希望你這個附帶決議 提出一個 你的會計垃圾野蠟場 到底什麼時候 要真正去進行封閉掉 好不好 你要給我一個這個附帶的這個報告 好不好 那68月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等一下還有 還有意見 因為已經12點了 有意見 那我們下午2點繼續討論 休息 去esti 阿 Gandalf 有意見 ila 設天 Cool 那 似深 倫 老